城门守兵听到高一夜的问询 赶紧立正 据斥后报告 有一路贼军 正在用很快的速度向着洛阳冲过来 曹文照 贺人龙的部队现在都不在洛阳城中 白渊先生率领一部分民团去南洋救灾去了 也不在城中 现在城中只有高杰将军在 高杰将军下令紧闭四门 防范贼军突袭 高一夜 啊 原来如此 贼军从哪个方向来的 城门守兵到 南门 现在巡抚大人 支抚大人 高杰将军等人 全都在南门等着呢 高一夜点了点头 赶紧驱车 向着南门去 到了南门口一看 果然 这里已经很热闹了 河南巡抚樊上报 洛阳之府 福王朱长巡 和他的清兵 还有一个土味帅哥高杰 全都站在城楼上 皱着眉头 看着南方 组织成分 还挺复杂 高一夜一道 这伙人赶紧全都向他行礼 贼军马上就要来了 高杰道 圣女大人 这里不安全 恐有流史 设上城墙来 还请您先回避一下 高一夜摇了摇头 我也是参加过很多场大战的呢 他这样说 高杰也就不敢多说什么了 行了一个礼 站在了最前面 蜀中吴大将 廖化作先锋 现在全洛阳的希望 都在高杰身上了 福王朱长巡 感觉到压离山大 高将军 你打仗行不行啊 高杰 应该 大概 是算行的吧 听到他这迟疑的语气 朱长巡吓了一跳 你以前打过什么硬仗吗 高杰 有啊 我在何曲县与曹文照打过呢 朱长巡大写 你居然能敌得住曹将军 高杰 不能 我打输了 输得很惨 朱长巡 高杰 我还在陕北与贺人龙打过 输了 输得很惨 对了 我还在平阳府和天尊军打过 也输了 输得很惨 朱长巡 打赢的仗呢 高杰很认真地想了半天 没有 没赢过 朱长巡 啊呀 你根本就不会打仗 来人啊 快保护本王 输王府清军刷的一下跳过来 将朱长巡围在中间 河南巡抚樊上报 美好气地道 喂 高将军 别故意逗他 他这一惊一乍的 乱我们军心 高杰呵呵笑了两声 不说笑话了 这时候 贼军已经开始出现在视线尽头处了 人数还真不熟 乌泱泱的一片 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请客间就上了万 城墙上的猪人们 压力一下子就大了起来 只有高一夜比较淡定 他转头看了一眼 自己专用的汽车后排座 那里摆着一口钟 呼叫天尊专用神器 大钟 用力敲响的话 天尊就会出现呢 洛阳属于天尊解放区 是天尊会显灵的地方 如果大家顶不住了 敲响这口大钟 天尊本尊一来 多少贼军 都是灰飞烟灭的份 只是 凡人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去麻烦神明 这口钟高一夜 是希望尽量不要去敲的 城外的贼军越来越近 没多久 就到了城墙下 一面大旗飘摇了起来 上面写着张妙手三个大字 高杰呵呵地笑了两声 原来是张妙手来了 我当时多了不起的人呢 结果是个大菜鸡 说完 高杰大声道 打开城门 什么 福王朱长寻吓坏了 为什么突然要打开城门 高杰 你要背叛我们 引敌军入城吗 高杰美好气地道 说什么胡话呢 打开城门 是让我出去收拾他 朱长寻 不要吧 还是防守吧 出城多危险啊 不要打开城门 最后一句 是对着城守兵喊的 那城守兵 整个人一将 动作停住了 不知道该听谁的话 樊上报受不了了 对着城守兵道 别听福王的话 按高将军所说 打开城门 城守兵左看看 右看看 这咋整 究竟听哪个的 虽然道理上来说 该听巡抚大人的 但是福王事后找我麻烦 也够喝一会 高一夜笑着开了口 打开城门吧 不要怕 城守兵这下再无疑惑了 开门 听圣女的准没错 天尊不在时 圣女最大 什么福王 巡抚 将军都靠边站 福王委屈地看了一眼 高一夜 不敢反抗 乖乖地退进了 自己的轻位从中 随时准备好了逃跑 高杰则整了整 自己身上的铠甲 骑上马 只带了一小队骑兵 从城门口跑了出去 对面的张妙手 似乎看懂了高杰的意思 居然也只带了几个手下 骑着马迎了上来 双方隔了几步远站定 高杰呵呵笑道 张妙手 你来洛阳找死吗 张妙手摆着一张无奈的脸 我和八大王闹翻了 他非要攻许州 我不敢攻 就和他奋兵了 结果 他居然真的把许州 攻了下来 现在我没脸回去河流 一个人在外面 混也没粮食可吃 实在混不下去了 所以就来到洛阳 见见昔日老有翻山药 借点粮食用用可好 借 高杰黑的笑了一声 你就明说来威胁我 想抢我的粮吧 张妙手 你可不能做了官兵 就忘了昔日兄弟 拿点粮来给兄弟 吃吃怎么了 反正 你现在做了大官 有的是粮 高杰黑了一声 张妙手 听我一句劝 这样了吧 啊 张妙手 你是不是有病 我跑来威胁你 找你要粮 你居然来这一套 高杰 你看看城头上那些火冲兵 知道我现在是跟谁混的 识相的 你放下武器 立即投降 算你是自首 还能减刑四成 保住一条命 若是不识相 闯王的下场 就是你的下场 这句话 吓得张妙手一跳 什么 你说闯王是你杀的 高杰 这话我可没说 闯王不是我杀的 但是 闷一个小指头按 你现在干脆利落地投降自首吧 他指了指城头的火冲兵 是他们杀的 他们的手段通天 兄弟 不是我吹的 你我这样的家伙 不够他 张妙手吓坏了 整个人都有点麻 脑海里闪过这些年来遭遇到的无数破事滥事 也想起了 曾经被奇怪的火冲兵支配的恐惧 原来如此 难怪闯王会灾 原来又是这些奇怪的火冲兵 他颤声道 投降可免死 免死 高杰道 而且 我拿脑袋 保证你的部下今后都能吃得饱 张妙手 我操 那我降了 福王躲在一群轻卫的中间 瑟瑟发抖 不时偷偷看一眼城外 他也听不到 高杰在和张妙手说些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 突然见到高杰反身回城来了 那张妙手 居然也跟着一起走了过来 福王 哇 高杰带着贼囚攻城来了 左右的 快保护本王 轻卫们翻了翻白眼 王爷 那贼囚连部下都没带 就这样跟着高杰回来 那是投降了 什么 福王大喜 原来贼子降了 哈哈 安全了 安全了 他刷的一下 从护卫们中间跳出来 得意洋洋 本王亲自坐镇洛阳 吓得流寇们一见本王 倒头就败 哈哈哈哈 众人 亲卫们哭笑不得 这届王爷 真的太不好带了 亲卫队长飞快地指了指高一页 低声道 王爷 吹牛逼时要注意旁边情况 别抢了圣女大人的风头 福王经他这一句提醒 下了一个机冷 赶紧改口道 圣女大人坐镇洛阳 天下敬仰 四海沉浮 贼子一看到圣女大人的威仪 马上倒头就败 是这样的对吧 众人对着他 齐齐翻白眼 妈的智障 没见过你这么没节操的王爷 这时候 高杰已经带着张妙手 走上城墙来了 张妙手看了一圈在场猪人 眼光最后锁定在了樊上豹的身上 一个大礼拜了下去 草名张妙手 本名张文耀 以前吃了猪油蒙了心 做出大逆不道之事 现在已知悔悟 求巡抚大人宽恕 他这一来就自报真名 也算成心了 这可是把九族都放在火上烤了 樊上豹轻叹了一口气 迷途知反 道也为时未晚 你既主动前来自首 那本官就从轻发落吧 但是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你和你的部下 全都需要接受劳改 你可能接受 张妙手 劳改 高杰凑到他耳边 将劳改这事情介绍了一番 张妙手脸上露出古怪的表情 高杰 你当初投降 有劳改吗 高杰压低声 我倒是没有 但被剥夺了兵权 现在天天被压着去上思想课 脑壳都肿了一半 比起上课 我倒巴不得跑去干活 反正咱们以前也是干活的 张妙手仔细一想 可不是吗 造反启示前 干了几十年的活 让他干活他一点也不怕 让他听课 不如把他剁碎了喂狗 张妙手赶紧开口道 劳改好 劳改妙 劳改呱呱叫 是不会有意见的 于是 事情就这么定了 张妙手的部下们 最近也真是饿得很了 河南现在一片糜烂 不抢大城市的话 根本得不到足够的粮 但是大城市是大流寇才能打的 他这种小流寇 根本动不了 事到如今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谈判和骄傲的本钱了 能让这上万部众吃饱饭 就是他这个做大哥的最后的人意 樊上报站了出来 准备给这伙人 安排劳改营了 这时候 高一叶却从旁边钻了出来 微笑道 张妙手 你这个外号 的 张妙手赶紧摇了摇头 不是的 我这个妙手 不是医术的意思 是手巧的意思 以前俺是个做手艺活高一叶好奇的问道 哦 什么手艺 是陶瓷匠人 当初跟着我一起烧摇 后来实在活不下去了 才起来造反的 陶一 张妙手有点小骄傲地道 我做的陶瓷器 在陕北那边挺有名的 我手下最铁的那群部下 也全 高一叶的嘴角 荡漾起了淡淡的笑意 那还真不错 那你们这伙人的劳改 就很好安排了 张妙手 高一叶从旁边的人手里 拿过来一个小小的陶瓷瓶子 递到了张妙手的手里 这东西 你会做吧 会 太简单了 张妙手道 我手下起码有一百个兄弟会做这个东西 好 那就跟我来吧 高一叶走上了他的专用汽车 那造型奇特的大铁车 看得张妙手 整个人都猛了短暂的一瞬间 这是什么怪车 高一叶也不打 车子缓缓发动 他的一百名护卫 也跳上了运兵货车 护卫在侧 张妙手赶紧带着自己的部下跟上 一大群人跟在高一叶的车后 向着新安县的古陶村出发了 高杰想了想 也赶紧率领自己的部下 和一部分民团跟上 看着这伙刚刚受负的流寇 免得他们做出什么不靠谱的事情 几十里路 一走就走了一整天 张妙手的部下 可谈不上什么军技 若是寻常这样走法 肯定各种恶行恶状 但是高一叶那奇怪的大车 和车上一百名鹤枪实弹的护卫 对他们起到了威慑的作用 再加上高杰的人在旁边看着 他们更是不敢乱动 就这样 一行人终于来到了新安县古陶村 一看到这里遍地的古瑶 张妙手的眼睛就亮了 他手下最核心的那群烧瑶匠人 双眼也亮了 高一叶 我们很快会在这里建一个古陶厂 专门为西安提供瓷瓶 你们就在这里烧制陶瓷瓶子吧 至于没有技术的 就先负责好整个古陶厂的建设工作 等厂子建成之后 一边打砸 一边学技术 张妙手对于这样的安排 也不禁颇为欣喜 这可比他想象的结局要好得多了 不过 就在张妙手向高家村投降 张献忠占领许州 耀武扬威的同时 新任闯王 却正在追随他的流寇头儿们 开着会 独虎 闯王大哥 张妙手跑去洛阳 向官府投降了 而八大王率十万人 攻破了许州 闯王皱着眉头 看着桌上的地图 好一会儿 他才道 八大王下一步计划 会是哪边 独虎道 八大王计划又向东 转进安庆 我们要去会和八大王一起行动吗 闯王摇了摇头 安庆 现在是石壳法在管 那石壳法手里 也有一支奇怪的火冲部队 八大王东进 十有八九 要被石壳法教训 说完 他的手指 在洛阳的地方点了一下 犹豫了一下 道 高杰现在在洛阳 这里也有很多奇怪的火冲兵 他又点了点黄河北岸 山西那边的吴生 手里也有很多奇怪的火冲兵 说到这里 闯王低声道 如今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向南 去梁广 另一条 便是向西 入四川 新安谷逃场 正式开始破土动工了 张妙手和他的一万步下 正坐在山坡上 目瞪口呆地看着高家村的运输队 正将大量的建筑材料 用巨大铁车 源源不断地送到预定的长纸 一辆铁车 就能运好几千斤重的东西 这些东西的种类 还真是丰富 有给这一万人暂时居住用的帐篷 有大量的粮食 有大量的日用品 还有各种各样的工具 以及一种奇怪的灰色沙子 在一群拿着火充的士兵们的管辖下 一个穿着文士衫 看起来就很有学问的年轻人 对着张妙手的部下们吆喝道 排成长队 轮流过来 领你们的个人物资 张妙手赶紧勒令部众们照做 劳改犯们排成了队 最前面的一个 走到了那穿文士衫的人面前 文士衫递给他一个小小的包裹 拿去吧 你的劳改大礼包 劳改犯愣了愣神 劳改还发大礼包的 不管了 先接过来再说 他抱着包裹走到一边 打开包裹 往里面一看 顿时惊住 哎 这么好的棉布衣服 这是给我穿的 当然是给你的 旁边的名团士兵道 这种背后画着一个大圈 里面写着一个改字的衣服 普通人还真没脸穿啊 劳改犯赶紧把那件棉布衣服翻了一圈 看背后 果然背心的位置画着一个圆圈 圈中一个大大的改字 十分眨眼 名团士兵 这就表明你是劳改犯 比普通人的待遇地老改犯 有这么好的棉布衣服 还能滴到哪里去 以前俺们村的地主老财 也没两件这么好的棉布衣 名团士兵 老改犯又从包裹里 翻出了一双布鞋 那布鞋 还用上了天尊特供的橡胶做鞋底 他把鞋子往脚上一穿 脸上表情顿时十分精彩 啊 这鞋 比我的草鞋舒服太多了 名团士兵翻了翻白眼 很想骂了一句傻子 但是看到那老改犯 一脸感动的模样 却又不想骂人了 只是叹了口气 抬起头来看向天空 悠悠地想到 当初我全家都快饿死了 老爹带着我们全家人去做高漂 刚到高家村的时候 老爹的样子 应该也就和这个老改犯很相似吧 爹当时也是捧着高家村建筑对发的老保服 老保鞋 哭得稀里哗啦呢 对了 第一个月的工钱 领到手的那一天 爹买了二两肉回来 全家人吃着上好的筋面粉 美人的万里加一勺肉臊子 当时的幸福感 如今回想起来 依旧觉得恍如梦幻 自己长大之后 第一时间就参加了民团 为了守护着来之不易的幸福 士兵低下头 拍了拍那劳改犯的肩膀 好好劳改吧 希望你的儿子 能和我穿上同样的军服 秦陵 一个软绵绵的硅胶天尊 正在软绵绵地 走向一只可爱的秦陵熊猫 自从发现了第一只秦陵熊猫之后 李道玄就和熊猫杠上了 在现代 他一直想要亲手撸一撸熊猫 但是 不论是双庆动物园 还是成都大熊猫基地 都不允许普通游客卢猫 这个梦想根本无法实现 所以 只能在箱子里来弥补了 乖 亲爱的乖乖 硅胶软绵绵天尊左右双手 各拿着一根竹子 小心翼翼地走向大熊猫 亲爱的乖乖 我是好人哦 我是来给你送点心的哦 大熊猫 哦 双爪向中间一错 爪光闪起 硅胶软绵绵天尊 瞬间断成了两截 第101次卢猫 失败 难顶 这可如何是好 莫非 我得去找个四川人问问 听说四川人手一只大熊猫 他们应该有点鹿猫经验吧 想到这里 李道玄倒是想起来了 点灯子赵胜 最近正在四川出差呢 嘿 往赵胜那里看看去 赶紧共赶赵胜 我跳 李道玄一跳赵胜 眼前的景物 瞬间变了 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景象 居然是一根高耸的石头柱子 看到眼前这巨大的石柱子 李道玄略微猛了一秒 随即马上明白过来 石柱 万寿山 万寿寨 川中百杆兵的家 此山极险 一守南宫 可不是说笑话的 在正常的历史线中 大明朝灭亡之后 川中百杆兵退守万寿山 清军硬是无法用武力将他打下来 整个大明都亡了 万寿寨还没有亡 直到顺治十六年 公元一六五九年 大明朝都灭亡了十几年了 这座南宫不落的山寨 才随着马万年详亲 退出了历史舞台 赵胜正站在一群老实芭蕉的农民面前 脸露微笑 今天要给大家讲解的 是一些经济农作物的科学种植方法 他一边说着 一边拿出了一本 李道玄从农业科技大学的网友那里弄来的资料 整理成的宝贵书籍 将它翻开到了其中一页 今天就讲这一段吧 那群老农乐呵呵的听着 旁边的田坎边 还站着秦良玉 马祥林 张凤仪等人 他们当然不会是来听课学种植的 而是出于礼仪 来帮赵胜扎厂子的 有他们站在这里 听课的老农们 才会知道赵胜的权威性 不过 还是会有老农提出质疑呢 一个农民马上就举起了手 赵先生 我们已经能种出很好的土豆 红薯 玉米了 为什么还要学这些奇怪的什么经济作物呢 赵胜笑骂道 只会种主粮哪行 主粮只能让你吃饱 可没法让你发家支付 知道这些农作物 为什么叫做经济作物吗 就是因为种它们是为了赚钱 为了发财 不是单纯的为了吃 老农们 哎 种田也能发财 几千年封建压迫呀 农民们只知道 种田能填饱肚子 根本不敢奢望 能赚钱发财呀 赵胜伸手从衣兜里 拿出一根黄莲 知道这是什么吗 知道它能值多少钱吗 老农们七七点头 知道啊 这是咱们石柱黄水的黄莲 是很值钱的药材 城里的商人 会高价收购这个 比大米贵几十倍 但是非常难种 赵胜点头道 知道就好 这东西不好种 而且 你们以前粮食产量不够 肚子都填不饱 就更加不敢种这个了 但是现在 你们通过土豆 红薯 玉米的大量科学种植 通过化肥的力量 已经能吃饱肚子了 这时候 就应该来研究研究 多开点荒底 种一种黄莲这一类的 能赚钱的经济农作物了 他挥了挥手里的天书道 这就是天尊赐下来 让你们能轻松种植黄莲 辣椒 纯菜 发家致富的神书 老农们听得一阵迷糊 但是大致上懂了一点点 赵先生的意思就是 吃饱之后没事干 可以再开两片荒地 重点莫名其妙的东西 虽然不知道 赵先生说的是不是真的 但如果真的能赚钱 那倒也不是不能试试啊 老农们赶紧拉长耳朵 听着赵盛一阵 叭了不赖的讲解 听得似懂非懂 也不知道自己学会了没 好一会儿 赵盛才讲完了课 喝了两口水 李道玄看到他课间休息了 这才开口道 哟 赵盛 干得不错嘛 赵盛 呀 天尊居然来了 李道玄 千里迢迢跑来四川万寿山 有没有累坏啊 赵盛 还好还好 在下的喘病已经有所好转 现在轻微的活动 也不会再大产气了 李道玄也为他高兴 那挺好 对了 你帮我问问秦良玉和马祥林 看他们能不能在四川 找找奇人异事 懂得和大熊猫交流的那种 赵盛 大熊猫 李道玄 呃 就是石铁兽 赵盛吓了一跳 和石铁兽交流 这是何等神迹 怎么可能有人会 除非请出上谷魔神吃油 否则不可能做到吧 李道玄贪手 这确实是个技术活 但是四川自古就有熊猫活动 说不定有人家里养着一两只 也未可知 不找一找怎么知道 秦良玉和马祥林大小也算个关 人迈什么的应该也有点 问问他们能不能想想办法 好吧 天尊法旨 管他什么情况呢 赶紧去做 赵盛一粒小跑 向秦良玉等人 他这一跑 李道玄就知道不妙了 赶紧的 你跑什么啊 慢慢走不行吗 赵盛 呼 天尊的法旨 在下 当然要尽快 完成 李道玄 你刚才不是说 喘病有所好转了吗 赵盛 是 来呀 只是没完全 呼 好 李道玄 这时候 秦良玉和马祥林两人 正在开心着呢 秦良玉到 这几年 咱们十住年年丰收 军粮储备厚实起来了 老百姓也不饿肚子了 真好啊 马祥林孝 都是多亏了高家村 给咱们的帮助 新农作物 化肥 新的种植方法 哎呀 孩儿真得抽个空子 去拜访一下高家村 两人正说到这里 赵盛就走了过来 有点小为难的 把想找石铁兽的是说了说 他本以为这番话说出去 要被秦良玉和马祥林 当成神经病砍 却没想到 马祥林的表情十分淡定 石铁兽吗 这东西 倒是听闻过 有人饲养 不过 四主给他喂铁 他又不吃 最后居然活生生的饿死了 可能他不想 被人抓住吧 真是骄傲的动物呢 李道玄顿时就想打人 我他娘的锤种他的狗头 秦良玉开口道 别瞎胡说 石铁兽这个名字 应该是误传 我年轻时听人说过 石铁兽 其实是吃竹子的 李道玄大喜 还是秦老将军 见多识广 秦良玉道 既然是高家村的人提出的要求 咱们必定亲力做到 我这就派人去成都那边找人问问 看能不能找到 有人养着这玩意儿 若是有的话 尽量弄一只过来 李道玄大喜 大喜加大喜 鹿熊猫的梦想 有望达成了 不过他马上就想到了 如果是秦良玉这种身份人的提出要求 说不定会有猎人主动去抓熊猫 那可不行 赶紧给赵胜吩咐了两句 赵胜道 石铁兽乃是祥兽 可千万不能为了咱们要 就派人去捕捉 还请秦将军派人去寻找石 特别说明一下 此兽不可抢求 若是已有人饲养 可以拿来 咱们摸上一摸 若是无人饲养 切不可去野外捕猎 否则 咱们可是害了他了 骑的是一匹典型的穿马 身材矮小 比北方马要矮了很多 跑得也不如北方马快 但他在山间小道上 也能如履平地 用在万寿山这种地势骑轨之处 却比北方马要好得多 那骑士跑到秦良玉面前 马上骑士滚安落马 一脸黄极地道 大势不好 紧急军情 秦良玉移了一声 怎么了 骑士急吼吼地道 李自成率军突入京乡地带 绕过允乡 穿进神农架山区 然后突然出现在了四川 秦良玉 照上 李道玄也皱起了眉头 操 骑士继续导 四川总兵侯梁柱 率军迎战贼军 不料居然中了贼军的埋伏 被击毙于白井坝 秦良玉吓了一大跳 四川总兵死了 骑士道 是的 四川总兵已经没了 现在川军群龙无首 一片混乱 四川巡抚王维章 巡暗陈廷魔 急得团团乱转 现在唯有秦将军 能力挽狂澜了 秦良玉的眉头 狠狠地皱了起来 几秒后 他将手一挥 祥林 凤仪 你们两人立即整军出发 迎击贼军 马祥林和张凤仪抱了抱拳 遵命 两人飞快地去了 很快 万寿寨中 响起了紧急召集军队的钟声 万寿山的山坡上 那一片一片的山间田地里 劳作的年轻男子们 听到这个钟声 立即放下了手里的活 飞快地跑回了自己的家中 几分钟后 当他们在跑出来时 身上已经穿上了 百杆兵的军服 脚上穿着一双多尔马鞋 手上提着一杆 白色枪杆的长枪 这些百杆兵 通过各种大大小小的山路 向着万寿寨里汇聚 不消片刻 一支强大无匹的军队 就这样汇聚而成 独眼马马祥林 站在军阵最前方 挥起手里的百杆枪 大声道 贼军入川了 我们现在去迎战 废话不说了 冲啊 说完 他翻身上了战马 刷的一下跑没了影 百杆兵们 将军 等等我们 我们没马呀 张凤仪从后面钻出来 好吧 他又一个人跑了 别管他了 跟着我来吧 百杆兵们 哦 百杆兵仓促出征了 赵盛哀了一声 这下不妙了 他胸前的刺绣天尊 也皱起了眉头 心里暗想 刘寇中就还是入川了 这就是命运石之门的选择吗 四川这地方 还真不是个好收拾的地方 蜀中多山 多少数民族 地形复杂 小势力众多 自古以来 就是个很难搞的地方 所谓天下未乱属先乱 天下一瓶属未平 李道玄对赵盛道 你密切关注这里的情况 最近这些天 我会多来你这边问询 赵盛感到 遵命 李道玄撸猫的兴致 一下子又被打得没有了 视角往洛阳一切 这边倒还好 高一叶正在 祖兴致勃勃地 管理着一大群劳改犯 新建古陶场 但他在把视角 往石壳法这边一切 就看到石壳法正率领民团 与刘寇作战 原来张献忠不再抢掠了许州 许昌 之后 率军又向安庆 幸亏安庆有石壳法率领的 高家村民团在 倒也抵挡得住 张献忠几轮进攻 都被石壳法击退 倒也祸害不了安庆了 再切视角到荆棘 王二 白猫 马首英 三人率部 正在昌平西北部 与清军的一支小谷部队激战 本土作战 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平民 王二和白猫 保护大量的平民 一边退 一边火冲兵开火 对面的清军 退着巨大的巡车 挡着火冲子弹 顶着高家村的枪林弹雨前进 正在这时候 马首英率领的铁骑 从横向里切入 他一出场 高家村的火冲兵 立即停止射击 只见铁骑 横切进清军的巡车阵中 一瞬间 就冲得清军歪七倒八 待铁骑冲完了 从清军军阵另一边 穿了出去之后 王二和白猫的火冲兵又开火了 巡车被铁骑兵破坏的清军 立即被火冲打得爆头鼠窜 李道玄这一圈巡视完成 眉头也不禁深深皱起 这天下 也真是够乱的 处处开花了呀 国家烂成这样 心里也颇为郁闷 有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稍稍发泄一下 要不 据报吃一顿海鲜 据说 人类消除郁闷 发泄情绪 最好的办法就是吃 李道玄的视角 赶紧往水站特化形天尊身上一跳 水站特化形天尊刷的一下跳了起来 然后他就发现 自己正置身于战场上 一场超级大海战 郑之龙与高家村海军 合围海盗流香的大决战正在进行中 战场正中间是流香海贼团 足足一百余艘战船 大大小小的一大片 密密麻麻的挤在前面的海面上 而战场南边的郑之龙 出动的船只更多 恐怕有两百余艘战船 最大的居然是一艘西洋三维大帆船 足足有四十余米长 估计是郑之龙从西洋海盗手里抢过来的 高家村也出动了四十余艘船 在江城 狮郎的率领下 分布于战场的北边 战斗眼看一触即发 李道玄就在这开战前的一瞬间 来了 运气真好 发泄情绪的办法找到了 李道玄刷的一下 跳到了船头上 大声下令道 他娘的 不要节省弹药 火力全开 给老子打 啊 天尊亲自来了 高家村海军士气大震 水兵们开心的嗷嗷直叫 天尊亲自前来指挥了 兄弟们 干 天尊说了 火力全开 高家村的四十余艘战舰 齐齐旋转了一下船身 变成侧弦对着流香海贼团 啪啪啪的声音中 木头制作者的小盖板全部翻开 每艘船的侧弦上 都伸出一排荧光闪闪的不锈钢炮管 开火 打 炮兵们兴奋地点燃了火声 双手捂住耳朵 往旁边一蹲 接着 密集的炮声响了起来 一瞬间 无数炮弹飞向了流香海贼团 实行炮弹与开花炮弹 轮番落在海盗们的船上 木板翻飞 海水不断地冲起一条条的水柱 海盗们被炸得花式怪叫 翻落海中 李道玄 忽 果然还是剑炮骑射最解压 他们这一打 流香海盗团就被打得焦头烂额 流香只挨了一轮炮 就知道自己远不是高家村的对手 也不敢对着高家村那些可怕的巨船冲锋 怒吼道 冲 咱们冲到郑之龙的船队里 贴近了打肉搏战 周山来的怪船 不想误伤友军的话 就不能开炮了 流香熬的一声幕后 驱船对着郑之龙水尸杀了过去 郑之龙的炮不多 采用的打法 还是传统的跳帮作战打法 既然流香要来 郑之龙当然也不虚 挥军对冲 两军的战舰立即撞在了一起 接弦 跳帮 双方的水兵在甲板上 叮叮当当地砍了起来 李道玄 擦 海里 船上的高家村水兵们 赶紧低头向海中看 只见天尊仿佛一条鱼似的 在水底飞速地向着前方的敌军舰队游过去 高家村水兵们 嗷嗷 跟着天尊冲啊 李道玄脚底螺旋江打开 航速拉满 仿佛鱼雷 在水底下乱窜 前面一个落了水的海盗 正嘴里叨着一把刀子 前涌向郑家的船底 想要前过去 突然偷袭 他正游得欢呢 突然感觉到哪里不对 回头一看 就看到李道玄正飞速游过来 那游泳的姿势 怎么看都不像人 海盗吓了一跳 咕噜 差点呛了一口水 下一个瞬间 李道玄抬起右手 只听到一声饥黄的震动声 一把鱼叉 从他手臂里射了出来 扑的一声 正中那海盗的后背 一喷鲜血荡漾起来 海盗的腿蹬了两下 不动了 李道玄收回鱼叉 一脚踢开那海盗尸体 继续向前游去 海面上乱成一团 到处是喊沙声 火冲声 弓箭不时坠入海中 也不时有海盗坠落 或者正式的水兵坠落 落下海盗来 李道玄便游过去一插筒翻 落下正式水兵来 若是还有得救 他就游过去将之托起 活动活动筋骨 做点正义的事情 感觉还不错 就在李道玄在水里解压的同时 郑之龙的二弟 郑之虎 也在准备跳帮作战了 今年十二岁的郑成功 啊不对 他现在叫郑孙 也在郑之虎的船上 郑跟着自己的二叔 学习怎么打海战呢 郑之虎沉声对郑森道 二叔准备跳帮作战了 我跳过去之后 你留在船上指挥 不要跟着二叔一起冲 明白了吗 郑森摇了摇头 我也要跳过去 郑之虎怒 你才多带点碎说 身子骨都没长开 跳过去找死吗 二叔过去之后 船上需要有人指挥 你留下来 代替二叔做前线指挥 明白了吗 郑森只好点头 遵命 二叔 你一定要小心 别死啊 郑之虎哈哈大笑 怕死还打什么仗 看我的 郑说到这里 郑之虎的旗舰 碰的一声 撞在了刘香的旗舰上 两船猛烈摇晃 郑森扑通一声 摔在了甲板上 郑之龙虎 却站得稳稳的 他把手上的钢刀放到嘴里 咬住 左手拿着一面藤盾 护住前胸 右手抓起翻锁 对着刘香的船 猛的一跃 他是隔壁的泰山 抓住爱情的藤腕 哦 对面的海盗 刷刷刷射来几只箭矢 郑之虎用左手的盾牌一挡 堵堵堵 箭矢全都被藤盾挡住 他早已经荡到了 刘香的旗舰上 飞起一脚 将一个灰刀砍过来的海盗 踢得向后飞出 郑之虎嗷嗷大叫道 莽二来也 谁敢挡我 前面五个海盗迎上前来 郑之虎挥一刀冲上去 一翼敌武 刀光一阵乱闪 不消片刻 五个海盗 全都被他堕下了海 见海盗就砍 所过之处 没有人是他一招之敌 刘香看到这一幕 也吓坏了 哪里敢来迎战 只好在船上 到处东躲西藏 快 去人 挡住那个怪物 海盗们嗷嗷叫着 围向郑之虎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郑之虎端的是 一条猛将 挡不住 根本挡不住 前来阻挡郑之虎的海盗 一个照面 就被他砍翻在地 后面船上的郑森 看到这一幕 也不禁看呆了 二叔好猛 从船头杀到船尾 又从船尾杀到船头 眼睛都不眨一下 正在这时候 郑森突然看到 对面船上的刘香 正在搞阴谋 他把挂在船尾的 一张渔网拿了起来 悄悄地爬上了船楼 郑森大吃一惊 扯开嗓子大吼道 二叔 孝敬 然而战场上各种噪声 他小小的呼喊声 根本传不进郑之虎的耳中 郑之虎刚刚一刀 砍翻一个海盗 就看到一张巨大的渔网 从旁边的船楼上罩了下来 劈头盖脸 将它罩在了网中 心中一惊 暗叫不妙 糟糕了 远处的郑森 更是惨声大叫起来 快去救我二叔 船上的郑氏水兵 赶紧拼了命地冲过去 但已经晚了 刘香从船楼上跳上来 一脚踢在了郑之虎的身上 这样的飞踢 郑之虎平时轻松 就能闪开 但被网在渔网中 却根本没有办法闪避 砰 一声闷响 郑之虎连人带雨网 掉进了海里 郑森 啊啊呀 快 快下水 捞二叔 郑氏水兵 赶紧往郑之虎摔落的 那个船舰边跑 刘香从旁边跳出来 挥一刀砍去 那几个水兵 瞬间被他公体手忙脚乱 一时半会 无法入水救援 这可就糟糕了 郑森心中大急 翻身就从自己的船上 跳下了海中 一落入水里 他就手足并用 赶紧向着郑之虎 落水的方向滑去 同时睁大了眼 拼命地搜寻着二叔的踪影 但他跳水的地方 与郑之虎落水的地方中间 相隔了一艘大船呢 海船的吃水线 可是很深的 郑森想要游过去 哪有这么容易 他知道 落水的人 也就几分钟的救援时间 超过这个时间 救起来的 也就只是一具尸体了 急得他在水里 也忍不住嗷嗷直哭 就在这时候 一条人影 从郑森的面前 刷的一下游了过去 那游速之快 让人看不太懂 关键是那游泳的姿势 更是看不懂 郑森愣了愣神 啊 这是人 从他旁边游过去的 正是李道玄 他仿佛一枚鱼雷 嗖的一声 掠过了郑森 瞬间就冲到了郑之虎的身边 可怜的郑之虎 郑被鱼往往着往水下沉 他空有一身好水性 但根本驶不出来 手脚都滑不动 瞪着一双眼睛 满睛都是不甘 就在这时候 他看到那个低配版郑和 皇上亲信的李公公 啊不对 是李先生 正像一条鱼似的游过来 郑之虎 这是人类的游泳姿势 李道玄到了他面前 飞快地道 别乱挣扎 我现在救你 郑之虎 咦 他可以在水下说话 什么鬼情况 李道玄伸手抓住渔网 用力一撕 居然没撕动 哪怕他拥有玄学之力 但渔网用蛮力 很难弄开 李道玄一撕 就感觉到不对 马上放弃了手撕的想法 念头一动 装在他骨骼上的骨刺刀 争的一声弹了出来 郑之虎看到他的肘部 居然弹出了一把尖刀 整个人都看妈了 李道玄挥肘一切 渔网被割破了 不行 一把刀割得好慢 他手臂上刷刷刷 弹出了一圈尖刀 郑之虎 要不是谁里不能说话 郑之虎现在已经在喊天地无极 乾坤戒法 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了 李道玄左一甩肘 右一挥臂 刀光滚滚 那渔网瞬间被割得支离破碎 郑之虎精神一震 虽然这公公看起来越来越不像人 但人家是来救自己的 这一点不会错 他用最后一口气 从破碎的鱼网里游了出来 拼命地向着水面上游 终于脑袋冲出了水瓶 猛地呼吸了一大口新鲜空气 活过来了 对了 救了我的命的李 先生呢 郑之虎左右看 李先生居然还没出水面来换气 他吓了一跳 赶紧把脑袋又钻进水里 瞪大了眼睛寻找 这才看到 李先生已经像一条鱼似的游得远了 正在远处伸手抓住了一个落水的海盗 手臂上伸出一把刀子 捅进了那海盗的胸口 郑之虎倒抽了一口凉气 这李先生 究竟何方神圣 郑之虎正发猛呢 旁边的水瓶上又钻出一个脑袋来 正是郑森 二说 你没事吧 郑之虎 我还好 是李先生救的我 郑森脸上也满是惊恶 我看到了 他 他救人的方式好奇怪 他 真的是人吗 郑之虎 不知道 二叔要去剁了刘湘这狗日的 郑森 二叔小心啊 别再被渔王网住了 郑之虎 对郑之虎用过的招式 不可能再用第二次 说完 他向旁边游了两下 又贴到了刘湘的旗舰边 光滑的船壁没法攀爬 但船上现在有不少绳子挂下来 他随手抓住一根绳子 刷刷刷 三下五除二 又爬了上去 这时候 刘湘旗舰上的战斗 已经接近尾声了 由于郑之虎一个人 就几乎把刘湘船上的海盗杀光了 使得刘湘变成了光杆司令 根本没人可用 而郑之虎的手下 还在不断地跳上船来 刘湘已经变成了一只困兽 一群水兵对着他怒吼 刘湘 受死吧 刘湘哈哈大笑 我死也拉了一个郑之虎垫背 死得直了 哈哈哈哈 郑笑的疯狂呢 就见前面的水兵 突然向两边分开 郑之虎用手拨开布下 站到了刘湘面前 你说 谁给你垫背了 刘湘大吃一惊 怎么可能 居然没溺死 郑之虎嘿嘿笑了两声 老子有贵人相助 刘湘无言 郑之虎 好了 咱们这一下 辛仇就恨 可以一起算了 他一步一步 向着刘湘逼迫了过来 刘湘心里开始发毛 他知道 自己根本不是郑之虎的对手 向后退了两步 猛地冲向船弦 想要翻出船弦 跳进海里 然而 就在他刚刚跑到船弦边时 海里突然哗啦一声 跳起来一个人 这人仿佛飞鱼 从水里直跳到了船弦上来 头顶砰的一声 正好顶在刘湘的下巴上 顶得刘湘向后摔了回来 跳海失败 他摇了摇头 这才看清 面前站着的是一个穿着瑕士服的男子 这人的衣服材质还挺奇怪 一出水 好像就干了 这什么怪不了 不吸水的吗 李道玄翘翘起脚 在船弦边坐下 我已经解完压了 现在心情很放松 只是来看个戏 你们可以继续了 刘湘 郑之虎猛地跳了过来 刘湘反身一刀迎过去 正 两人交换了一刀 然后瞬间斗在了一处 李道玄只看了三秒 就知道刘湘必死 果然 不出十招 郑之虎一刀 跺在了刘湘的脖子上 鲜血喷出老远 刘湘扶珠 刘湘扶珠了 东南沿海 最后一个大海盗没了 天下太平了 正是水兵们 全都欢呼起来 刘湘一死 海面上还在负于顽抗的海盗们 慢慢地开始平息下来 逃跑是不可能逃跑的 郑之龙和高家村南北夹击 就是为了杜绝刘湘海盗逃逸 那些想要逃跑的海盗船 很快就被高家村海军和郑之龙水师两面包抄 全部拦了回来 最终 刘湘海盗团在这里画上了句点 这也是风云十八只海盗集团里 最后一个贼囚了 他的倒下 意味着东南海沿海的大股海盗 终于全部平定 今后就只剩下些小鱼小虾蹦打 那就不足为据了 当天傍晚 清理战场的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海盗船被集中在一起 而投降的海盗也被聚集在这些船的甲板上 搅了他们的兵器 让他们自己操作舰队 海面上还有一些小船 在打捞着到处漂浮着的木板 能捞得回来的占有尸体 那肯定是要捞回来安葬的 至于海盗的尸体 就任由他们留在海里馈赠鱼虾 郑之龙的旗舰甲板上 摆开了一桌宴席 郑之龙 郑之虎 郑森 李道轩 郑之龙 李道轩咔嚓断断了一条螃蟹腿 吸着里面的肉 没空喝酒 郑之龙 江城赶紧把话头接过来 郑将军见笑了 李先生不太喜欢喝酒 叫好这一口海鲜 郑之龙心想 中关就是屌啊 旁边的郑之虎 呵呵地笑了起来 大哥 咱们也是海盗出身 最讨厌那些李树了 李先生不搞这些俗礼 岂不是郑和我们一吗 郑之龙笑道 这倒也是 不搞虚头巴脑的 吃 咔嚓 李道轩又咬开了一个大龙虾的壳子 郑之龙凑到郑之虎耳边 低声道 二弟 这个中关好能吃 郑之虎低声道 他喜欢吃海鲜 真是帮了我们大忙呢 我上次给大哥带回来的航海中 就是用海鲜和他换的呀 郑之龙这才想起来这回事 低声道 那确实是极好的神钟 用几船海鲜换回来 血传 血传 这时候 郑森的脑袋也凑过了过来 低声道 二叔 你有没有感觉到 李先生不像是人 郑之虎点头 确实不太像 郑之龙 咦 有这么回事 三人在那里交头接耳了一番 郑之虎和郑森 把他们在水底看到的事情 讲给郑之龙听 郑之龙听完 不禁倒抽了一口凉皮 你们说的可是真的 郑之虎 我虽然没文化 但眼睛不瞎 郑森 我有文化 眼睛也不瞎 郑之龙猛着一张脸 想了好一会儿 才低声道 说不定是大内秘法 你们也知道的 自古以来 大内就多高手 总是会些神奇的功夫 听说三宝太监正和 就是绝顶高手 用的锤法是和李源霸一个路数 他上过战场 下过西洋 遇过海贼 凭过叛乱 灭过国家 却连伤都没瘦一点 三人自己吓自己了一会儿 再转头看向李道玄 就感觉他的形象 高大光辉了起来 高大光辉的李道玄 咔嚓一声 又翘开了一个卸钳子 郑之龙知道 和这伙说话 没啥收获了 转头看向了江城和施郎 两位大人 可否斗胆问一声 皇上如此安排 究竟所为者和 江城偷偷看了李道玄一眼 见他似乎是默许了自己随便说 便清了轻嗓子到 上面有四个目标 郑之龙 哦 愿闻其详 江城 建立海上根据地 控制东南沿海 进去南洋诸国 远航万里 去西方各国溜达溜达 郑之龙听了这话 双眼一亮 皇上好大的志向 我郑之龙的志向 也只到前三步呢 没想到 皇上高瞻远瞩 比我还多算了一步 江城 这四个目标 每一步都少不了 郑将军的帮助啊 郑之龙赶紧抱拳道 末将必尽心尽力 他的眼光 飘向高家村 那一大堆没翻也没将 却能跑得飞快的奇怪船只 心里暗想 若是有这些巨大的怪船相助 前三个步骤 想要做到并不困难 但是最后一步 那可真不是一年半载之功 咔嚓 李道玄又拨开了一个大虾壳 郑之龙 这货就真的只知道吃啊 他正在心里猛烈吐槽呢 却没想到 就在这时候 李道玄突然开口道 郑将军 你儿子郑森 我相当的看好 他有一道灵光 从天灵盖上喷出来 年纪轻轻 就有一个文武双全的好架子 如果让他找到一个名师 学的东西正经一点 那还不费龙上天 承恶除奸 维护世界和平这个任务 到时候就可以交给他了呢 咦 他不吃了 说话了 郑之龙大感意外 当然 最意外的是 这人一开口就夸他儿子 还长篇大论一堆听不懂的话 郑之龙有点小尴尬 李先生过奖了 全子也没你说的那么优秀 不不不 他非常优秀 李道玄笑着转向了郑森 咧嘴一笑 郑森吓了一跳 李道玄对他黑黑笑道 你喜欢我的大船吗 这话问对了 郑森顿时蒙点头 喜欢 非常喜欢 李道玄 我们还在造很稀奇的船哦 有兴趣去看吗 郑森大喜 有兴趣 非常有兴趣 李道玄继续 不光造船 我在舟山岛上还安排了船舶工业学校 以及水军学校 你可有兴趣 郑森听到这里 移了一声 虽然他才十二岁 但他这种官二代 脑子可是很灵活的 烧听了的开头 马上就感觉到了 眼前这人是在引诱自己去他那边 他赶紧转头 看向了自己的父亲郑之龙 郑之龙也正感觉意外呢 这中官 怎么一副要提携我儿子的意思 等等 这好像是个机会啊 若是我儿子 能被官里的人看中 将来说不定能混成皇帝心腹 那还不带着我们整个郑家一起飞 郑之龙不着痕迹地对着郑森点了点头 郑森这才转向李道玄 好有兴趣 李道玄微笑 那你可有兴趣到舟山岛上看看 郑之龙赶紧郑森道 Sir 李先生邀请你上岛去 那是你的福分 还不赶紧谢过李先生大恩 郑森一个大礼拜了下来 李道玄黑黑笑 很好 一张稀有人物卡 要到手了 他转头对着狮狼道 小狼 你和郑森的年龄相仿 就由你带领他游览舟山岛吧 侍郎赶紧道 好的 李道玄突然语气放严肃 你们两人一定要好好处处哦 不要吵架 打架 要做一对好朋友 两个小孩 虽然不明白天尊为什么要这样说 但侍郎经过一阵思想课的学习之后 已经标准的军人了 军人以命令为优先 马上对李道玄行了一个李道 保证完成任务 咔嚓 李道玄又掰断了一根螃蟹腿 继续干饭 刚才说话 耽搁了干饭了 李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酱油 郑之龙 哦 这种酱油怎么了 郑之虎笑道 这是海鲜专用酱油 沾这个会好吃的多 郑之龙疑了一声 一言一试 果然 这种海鲜酱油还真是非常的不错 此物可做商品 肯定能在沿海城市畅销 郑之虎笑道 是的 李先生也是这么说 他现在已经将这种酱油 大量运到了南汇嘴市场 现在流香海盗已除 海上跑商肯定也会容易多了 咱们去南汇嘴市场 弄几船这种酱油 郑之龙 拖 就这样干 李道玄在旁边听着 心中倒是暗乐 自己在陕西那边 推行这些奇怪东西时 经常都得自己亲自开口交 小人们才知道 该怎么去操作 但是东南沿海这边 就不一样了 东南风气开放 思想先进 资本主义萌芽 再加上郑之龙海盗集团 本来就是三成官兵 三成海盗 三成商人的复杂性质 他们一看到自己拿出来的稀奇东西 脑子里马上就会自动生成 一系列做生意的方案与想法 和他们一起做事 挺舒服的 李道玄 好的商品 我那边多得很 郑将军 今后你多来来南汇嘴市场进货 咱们把各种稀奇古怪 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往南洋诸国运 把南洋人和西洋人手里的银子 全都弄过来 郑之龙黑黑笑道 郑和我意 对了 还有一个窝国呢 我对窝国航线 那可是熟悉的得 那边白银极多 卖些什么 到窝国能把银子换回来 我也是很懂的 李道玄竖竖起了大拇指 整 几个大人在这边商量着 怎么把别国的钱 弄成本国的钱 而两个小孩子 则在另一边 互相介绍起来 我叫狮郎 今年十五岁 我叫郑森 今年十二岁 两人互相介绍完毕 狮郎笑道 你看 那边那艘巨大的船 叫万里阳光号 现在我是他的船长哦 郑森露出了羡慕的眼光 真好 你才比我大三岁 就能当这么大的船长了 我也想像你一样 狮郎 嘿 等你到了舟山 会看到更有趣的东西的 几天后 万里阳光号的甲板上 郑森正兴奋地看着前方 越来越近的舟山定海港 虽然才十二岁 但郑森已经有多年的航海经验了 他在很小的时候 就坐着大船 从窝国来到福建 远渡重洋 因此 他对船舶的性能 也比普通的小孩懂得更多 万里阳光号 这可怕的航速 让他大为佩服 站在船头 感受着海风 这是那些归宿的小帆船上 体验不到的 狼哥 郑森转头问道 这船连帆河江都没有 他究竟是怎么跑得这么快的 狮郎呵呵笑道 先加神力 郑森 们凡人弄不出来 他是由仙界法宝 一种叫做太阳能面板的东西提供的 江城从旁边冒出头来 笑道 别听他瞎说 这艘船用的动力 其实是电力 只不过 这种电力很奇怪 咱 郑森这下更听不懂了 狮郎道 咱们的学校要讲这些 但是我不喜欢听课 所以 听了也听不懂 小森你和我不一样 你文武双全 比我聪明 回头你去听听课 说不定就会懂了 郑森 就是你们说的那个 船舶工业学校吗 狮郎点头 是的 那可是天上的神仙办的学校 里面的教材 全都是天书 郑森 呀 两人说到这里 万里阳光号 已经驶进周山定海港了 前方突然冲过来一艘奇怪的船 他的船身是木头的 整体造型与帆船的差别不是很大 但他却没有船帆 也没有船江 只是在两边的侧弦上 各有一个奇怪的大圆盘 船身上 还有两个奇怪的大烟囱 上面还冒着黑烟呢 这船正在飞快地行驶着 他侧弦旁边的两个大圆盘 正发出哗啦啦的奇怪声音 似乎正在拍打着水 大圆盘旁边 还翻起了白色的水花 郑森 大骑 哇 又一艘奇怪的船 狮 咦 小白二号 终于下水了吗 我们离港前去围剿流香石 他还没完全造好呢 没想到出门去打了一仗回来 他就开始失航了 郑森 小白二号 这船的名字这么奇怪的吗 白公子自称李公男 他说李公男取名字就是这样 郑森听不懂 什么李公男 不过 他马上就见到了这位李公男了 小白二号用飞快的速度 驶到了万里阳光号旁边不远处 船头上站着一个身穿白衣的年轻男子 正是白公子 狮郎对着他大声叫道 白公子 你的小白二号终于下水了 白公子笑道 是啊 处女航呢 我真不太满意呢 本想造的铁甲船 结果最后还是因为太重失败了 现在只能坐个木船来应对蒸汽轮机 周山造船厂之后 第一艘设计的船是很厉害的大铁船 取名小白一号 结果大铁船太重了 小白一号根本无法正常运转 白公子只好又赶紧重新设计 做出了小白二号 这艘小白二号还是采用了钢铁来制作龙骨 但是船身上贴的全是木板 保证了他的轻量化 这才终于成功地航行起来了 可惜啊可惜 木的 白公子颇为遗憾 木的有啥不好了 郑森突然开口了 我觉得这艘木船也很厉害了 他能跑得这么快 还不用翻 不用将 白公子 哦 这位小兄弟也懂船的吗 郑森 懂一点点 白公子道 木的虽然轻 但不惊奏啊 大炮一轰 一个大洞 郑森摊手道 这位白先生 您太高看大炮了 这世界上只有你们的大炮 打得又远又准 还能开花爆炸 贼吓人 别的人的大炮 都是打得又近又外 炮弹还不会开花 说到这里 郑森道 其实你们用木船 就足够收拾别的人了 反倒是别人的想对抗你们 需要使用铁船 白公子 咦 是这样的吗 狮狼点头 目前来说 应该是这样 白公子大喜 既然如此 那我可就轻松多了 那就先大量制造 这种蒸汽轮机的木船吧 铁船的问题 我得再研究研究 心头大石落地 白公子的心情 一下子变得贼好了 向前一挥手 大笑道 小白二号 全速 冲起来啊 他这一声令下 轮机式的工人 赶紧往炉子里加煤 加煤 增加洞力 大烟冲上冲出一股黑烟 污的一声响亮的汽笛 小白二号全速拉满 菲也似的跑不见了 郑森看到这船拉满速度如此之快 也不禁恨默 好厉害 那也是先船吗 并不是先船 狮狼道 那是白公子自己造的船 一手一脚 全是咱们凡人自己打造的 当然了 他比先船还差得远 郑森 已经很厉害了呀 不能把什么东西都拿来 和仙家的东西比吗 这话倒也在理 狮狼其实也懂 天尊明明能赐下先船 却大力扶持白公子的研究 培养大量的造船技术工人 就是想要他们自力更生 用凡人的力量 打造出厉害的大船 这是为什么不需要说 高家村的所有人都明白 神仙能照顾你一时 但不可能照顾你一世 凡人的一生中 能得到一两次神仙的眷顾 已经是莫大的仙缘 不可能指望每件事 都有神仙帮你 造船的事也一样 仙船虽好 终究是仙家的 凡人必须得会造凡间的船才行 看那边那是造船厂 狮狼笑道 我带你去参观吧 郑森 好啊 两个小船在码头登陆 之间大量的工人 正在码头上忙碌着 从洛阳那边运来的物资 正在拼命的卸货 舟山岛上现在没有农业 也没有各种手工业 岛上的工人们 现在吃穿用堵 全靠大陆支援 所以每一天都会有大量的物资 通过船只运送来 码头上物资堆积如小山 郑森随便拿起了一包货物来看 就小小的吃了一惊 这些货物的品质 全都是一流的 是富人才享用得起的好货 但在这里 像破烂一样堆成小山 工人们随手搬运 有人记录一下之后 马上就开始分发 也就是说 这些都是普通工人用的 郑森在码头上一圈看下来 颇有些感叹 这舟山岛上随便一个工人 都比正式麾下的工人们过得好 看来 李先生对手下还真是没得说 狮狼 小森 你看前面 那是咱们新开的周山海事院校 要过去看看吗 当然要看了 郑森记得李先生提起过一次 岛上人有娇人海战的海事学校 对他这个孩子来说 吸引力极大 学校门口 有鹤枪实弹的士兵守着 连狮狼要进去 也得亮一个叫做学生证的东西 郑森没有学生证 心里有点慌 但那一对士兵 显然已经得到过上面的命令 拿出一张画像 看了看郑森的脸 再问了问他的名字 就让两个孩子钻了进去 郑森 这里究竟交些什么 把手如此严密 师郎 看了就知道了 看 前面有个教室 正在上课 两人 爬到第一个教室的窗口 里面的讲台上 站着一个白家宝来的仙船驾驶员 这人以前是白云的家丁 出生于马蹄湖边 从小水性就不错 后来在洽川码头 加入高家村水军 负责驾驶驶仙船 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战斗在驾驶仙船的第一线上 积累了丰富的驾驶经验 飞板上画了一只仙船 而那驾驶员 则用手指着那艘船 坎坎坎 要当一个合格的驾驶员 首先要知道 仙船是如何运作的 他的手指到了船顶 大家注意看 这里有一块奇怪的板子 这个东西叫做卯日板 它是卯日新军借给天尊 天尊再次给我们使用的仙气 这个仙气 在被太阳照射到的时候 就会将太阳光 转化为电 然后送到船底的电池里面 存储起来 台下的学生们 原来如此 窗外偷看的郑森 整个人都听妈了 啊 驾驶员继续到 然后 当我们在船头打开这个开关时 电池里的电力 就会被释放出来 沿着电线 来到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巨大无比的机器 名字叫做仙界电机 它一旦通电 就会飞速旋转 然后带动船尾的螺旋桨 驾驶员的叫边 直到了船尾的螺旋桨上 这个东西 是咱们凡人 唯一看得懂的东西了 它通过旋转推动水 仙船就能动起来了 学生们开始记笔记 郑森却听得像个呆瓜 难怪那船无帆无降 也能跑得这么快 原来是这样的 太厉害了 真是太厉害了 侍郎黑黑笑道 你现在知道 咱们岛上的东西 为啥要保密了吧 郑森有点小惊恶 这么机密的事 让我知道了可以吗 侍郎 天尊既然说 可以让你知道 那就是可以的 郑森 天尊是 侍郎 天尊就是李先生 说到这里 侍郎贪了贪手 说起来 天尊对你们郑家 可真是出奇的好呢 第一次见面 就把航海中 送给了你家二叔 现在又允许你上岛来 让你接触到 咱们的内部密新 你们郑家 肯定很不一般 郑森 呀 心里有点小惶恐 两人从第一个教室窗边溜开 走到第二个教室 刚趴在窗口 向里面看了一眼 郑森就吓了一跳 原来 里面的讲台上 居然站着李道玄 郑森道 啊 李先生亲自在讲课 师郎点头 这一节是地理课 天尊每天花几 一点点时间出来 给大家讲地理 说到这里 师郎拉了拉郑森 走 咱们直接进教室去听 不用躲在窗外了 两人轻轻敲了敲门 然后师郎大声道 师郎 郑森 申请临时加入课堂学习 李道玄笑着道 进来吧 师郎赶紧拉着郑森 钻进教室 站到了最后面 李道玄也不招呼他们 继续讲课 咱们所在的地方 是一个巨大的球 名字叫做地 地球是有七大洲 四大洋 而我们现在所在之处 叫亚洲 我们旁边的这片大洋 就叫做太平洋 它从讲台下面 捧出一个巨大的 同质地球仪 往桌子上一摆 光的一声响 李道玄的手指 点在其中一处 我们现在在这里 他在飞快的一一手指 这里是清国 这里是窝国 这里是安南 这里是马六甲海峡 这里是弗狼基 这里是红猫国 郑森 哇 哇 长知识了 原来红猫国长成这样 李道玄的手指 从红猫国出发 沿着蜿蜒的欧洲海岸线 一直一到非洲 再绕过好望角 钻进印度洋 再一直一到南洋 最后移动到宝岛 大家看 红猫人的海船 走了多远 教室里的学生们 顿时鸦雀无声 这漫长的航线 是真的把大伙给吓到了 李道玄 我们正是自己 与西洋人在航海树上的差距 然后努力追赶 学生们齐声道 正是差距 努力追赶 郑森也不禁跟着吼了一声 努力追赶 争取超越 李道玄对他露出了笑容 这位同学 你这个争取超越四个字 说得很好 好了 大致的情况给你们讲了 李道玄 现在 咱们回到自己的地盘上 来讲一讲 我国东南沿海的季风与洋流 这是风帆时代 远航必须了解的知识 当然 我们今后用蒸汽船 受季风与洋流的影响 就会很小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 我们不计 使用帆船的西洋人 西洋人什么时候会来 什么时候必须走 师郎举起了手 李道玄 同学请发言 师郎道 掌握了敌人来去的时间 就能埋伏他们了 是吗 李道玄微笑 这位同学的发言很好 就是这么个礼 不过呀 不能只考虑打仗的事哦 也要考虑商业的事 当你知道了 西洋人什么时候会来 你就可以提前准备好丝绸 陶瓷等特产品 等他们一来就挥起鳞刀 狠狠地割西洋人的韭菜了 学生们都笑了 郑森大齐 割韭菜是什么意思 师郎低声道 就是割了之后 很快又会长出来 可以反复割的一种菜 郑森认认真真 听完李道玄的一节地理课 下课铃声刚刚一响 李道玄一句话说到一半 每年春天 温暖的 嘎然而止 后半句不说了 改成 下课 郑森 老师居然不脱堂 李道玄笑 脱堂什么的 最讨厌了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我的课 在下课铃响的一瞬间 必须下 说完 他走到教室墙角 往那里盘膝一坐 不动了 郑森 他一脸疑惑 转向师郎 李先生怎么在墙角坐下来 就不动了 师郎 天尊神游去了 法身就丢在这里不管了呗 反正也不会有人 敢对法身无礼 丢着也就丢着了 郑森 这说的什么鬼话 为何有点听不懂 师郎拉起郑森 走 小林 咱们继续参观 这时候 已经是课间十分钟了 海事院校里 一下子变出来好多人 基本都是些有军物在身的水兵 他们从各个教室里涌出 在走廊上聊天打屁 两个小孩子 从他们身边走过 他们也不在意 还在继续聊着天呢 我给我妈寄了一瓶海鲜酱油回去 还附送了一筐虾 哈哈 希望我妈能吃得开心 嘿嘿 我妈可吃不惯海� 我给她寄的大米 大米 先前发话得有点猛 你居然往老家寄米 你就不知道了吧 正是商对往咱们的南汇嘴市场 卖了一批大米来 据说是来自南洋诸国的 名字叫什么太香米来着 吃起来还真不错 香喷喷的 我弄了十斤 拜托名团的兄弟 给我送回白家宝了呢 郑森听到这里 有点小开心 那是我家送来的米 狮狼道 你家还真是厉害 生意做到南洋去了 郑森 我感觉你们这里 今后会更厉害 生意怕是能直接做到红毛国去 狮狼黑黑笑 这是天尊的第四阶段目标 还早着呢 还是先玩转南洋吧 郑森 我年龄还小 也不知道看法对不对 我觉得 在进取南洋之前 有一个地方 必须首先拿下 狮狼 我来猜猜 你说的是 宜州岛 郑森 原来你也这样想 咱们的船只 以后下南洋 随时都会被岛上的西洋人威胁 狮狼黑黑笑 刚才的地理课 你也看到了吧 宜州岛就那样 悬在广东和福建对面 此岛若是不先拿下 郑森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岛上若是一直有西洋人驻扎 那海峡算谁的 船只每次过海峡 能心安理得吗 两个小孩信头都来了 走走走 咱们去研究一下 如果要拿下宜州岛 该怎么打这一仗 与此同时 京畿 昌平地区 王二 白猫 马首英三人 刚刚合兵一处 不久前 三人分兵分路 分别去救援了三路老百姓 白猫护送昌州城里的老百姓 去安全地方 和老百姓交谈之后 他才知道 昌州城为何被清军轻易攻下 原来是驻守昌州城的名总兵 曹批昌 不战而降 才会将昌州这么大一个城池 白白送给清 幸亏高家村来救援 否则整城人都给截去东北 当了奴隶 这是气得白猫全身发抖 回来给王二和马首英一说 两位大哥也是满脸冷笑 这两位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造过反 对官兵自然是毫无好感 听说官兵不战而降 那还能有个好言语 王二冷哼了一声道 官兵都是些废物 马首英 副义 两人正说到这里 前面跑回来一个 马首英麾下的边军侍候 正宗的夜不收 报 发现一支剑奴部队 正在向东北方向前进 我们要去拦截吗 王二展开地图 东北方向 他的手指顺着东北方向移动 这边没有什么村庄 没有老百姓 剑奴去这边做啥 侍候开口道 那边有个黄陵 咦 王二 黄陵 马首英一下子反应过来 是德陵 王二没有做过官兵 对朝廷的事不像马首英那样明白 好奇地问道 德陵是什么东西 马首英 是木匠皇帝朱油孝的坟墓 这一下 王二懂了 剑奴想去抢德陵 挖点皇帝老的财物回去呢 事后 清军行动并不快 我们的骑兵队来得及拦截 王二嘴角闪过一抹冷笑 清兵又不是去杀老百姓 我们拦截他们做啥 马兄 你说是吧 马首英转头对着斥候 你刚才说啥 我们没听见 事后瞬间会议 啊 我想起来了 西北方向有一个小村庄 里面有一些老百姓 恐怕会受到剑奴攻击 我们应该去保护那些老百姓才对 马首英 全军出击 保护老百姓的村庄 王二大笑 走起 清晨 朱油俭半夜被尿憋醒 爬起身来 床上没有平飞 他是一个人睡的 朱油俭不好色 一点也不好色 白天批改奏章太过辛苦 晚上根本没有心力 再用在女人身上 所以他经常一个人睡 起床小解了一下 回到床上躺下 闭上眼继续睡觉 这一睡 突然发现自己身处的位置变了 变成了他的皇兄 木匠皇帝朱油俭的寝宫 朱油俭 咦 咦咦咦咦 他一低头 才发现自己正站在朱油俭的床上 捶着双手 木匠皇帝朱油俭 正用最后的力气 抓着他的手 灰黑色的嘴唇 微微张开 朱油俭用最后一点力气 艰难地对他道 行了 明朝的 赦和 交给你了 朱油俭大悲 皇兄 朱油俭艰难地道 吴帝 唯 当为尧顺 一句话没说完 朱油俭的脑袋向旁边一歪 手臂也垂落了下去 朱油俭大哭 皇兄 皇兄 你不能死 没有了你 余帝什么也不会 这江山 余帝不会治啊 就在这时候 已经断气的朱油俭 突然睁眼 嘻嘻一笑 放心 其实我也不会 我只会做木工活 你不要有压力 说完 他又一歪头 再次倒下 朱油俭一脸猛 不对啊 我哥死的时候 没有这样皮下 莫非 这是做梦 梦到这里 他就醒了 朱油俭睡不着了 爬起床 刚才梦到的东西 让他心窝有点痛 皇兄临死前 将这江山托付给他 他却没有把江山管好 实在是太对不起 皇兄的期望了 哎 朱油俭伸了个懒腰 朕以后 要更加勤奋才是 正在这时候 外面蹬蹬蹬 跑进来一个太监 大哭道 皇上 大事不好 大事不好 朱油俭心里咯噔一声 又怎么了 太监大哭道 剑奴烧毁了德陵 西宗 西宗的陵墓 被清兵挖了 陪葬品 全部被挖走了 朱油俭阿的一声惨叫 身子直挺挺的向后倒了下去 难怪我昨晚会做那样的梦 我哥 来找我算账来了 太监急吼道 剑奴攻过来了 兵封直抵西之门下 朱油俭大怒 剑奴都攻到京城门下了 兵部尚书呢 各阵援军呢 没有一个人来管阵了是吧 太监 奴去 奴现在就去帮皇上抵挡剑奴 朱油俭 快去 别光说废话 那太监领命 赶紧冲了出去 很快 太监高起前担任监军 兵部尚书张凤一座总督 京城的少爷兵们集结起来 组成了一支歪七倒八 和流寇水平差不多 不对 是比流寇还弱的大军 站到了西之门的城墙上 清军总大将阿几格驻兵城外 对着城墙上放眼一扫 满目歪瓜裂枣 阿几格不禁大笑 这城中都是一群软蛋啊 我大清总有一天 并能攻下这座城池 入主中原 旁边钻出一员大将 将军 现在要攻这场还早了点 虽然城中皆是软蛋 但城墙高大巍峨 咱们就算把全国的火炮都调过来 轰上几天几夜 也打不开这城墙 阿几格 废话 我需要你说 我自己看不懂吗 他挥手下令道 本将军率中军坐镇在此 看着这群软蛋 你们各自散开 去抢掠周围的村庄 多抓些奴隶回去 众将 得令 清军瞬间四散分开 到处抢掠 入定星 下房山 占桌周 公固安 克文安 破宝底 沙之县赵国鼎 县顺义 至淮柔 战河西雾 屯兵密云 平谷 为定星 一个月内 便柔基内 清军一共攻克十二成 大小五十六战 全胜 俘获人处十七万九千八百 不过 在清军华丽的战绩中 还穿插着一些小小的 看起来不那么检验的败战 某年某月某日 大同总兵王浦 率领山西勤王军 在昌平城下斩敌 Triple X名 被阿几格大笔一挥 滑掉滑掉 某年某月某日 大同总兵王浦 又率山西勤王军 在昌平东北地区 斩敌 Triple X名 阿几格大笔又一挥 滑掉滑掉 阿几格左滑滑 右滑滑 滑来滑去 清军最后就变成了全胜了 这样写进 清史 就好看多了吗 我大清军队 强大不可战胜 爆 一骑快马 飞快地跑到阿几格面前 满头大汗地道 将军 大事不好 咱们的右翼有起 被大同总兵王浦击破 现在已经溃散了 右翼已经失去了异护 随时有被敌军突进主营的危险 阿几格 啊 他手上的笔 微微颤抖 眉头一皱 京畸地区的地形图 就在他的脑海里 勾画了出来 右翼已失 如果这时候 敌军突然从右翼切入进来 京城西之门里的歪瓜裂藻军 肯定也会冲出来帮忙 他们虽然是歪瓜 但歪瓜多了 杂人也是痛的 两路这样一包抄 那自己也有败战的风险了 阿几格不服 这大同总兵王浦 究竟是何方神圣 不知道 没听过 左右的部将摇头 好像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家伙 但他手上有一支很奇怪的火器部队 超凶 阿几格一听到火器部队 就想起了皇上的蒋干道书行动 可惜啊 那次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奸细小队至今生死未卜 说不定已经被大明抓起来 火刮了三千刀 如果那次行动没有失败 那该有多好 我们还怕个屁的火器部队 阿几格忍不住用了几秒 来思念了一下奸细小队 阿倩 长安汽车厂 正在伙食团吃饭的蒸汽机组装车间主任冰胜 猛地打了一个喷铁 谁在想我 坐在他身边的燕子 嘟起了小嘴 哼 有别的女孩子想你是吧 我和你说话 你都听不到了是吧 你要不要和正在想你的那个女孩子去过呀 啊 冰胜吓了一跳 赶紧转过头来 对着燕子露出了讨好的笑容 燕子别生气 我一直听着你说话的呢 燕子 那我刚才说什么呢 冰胜赶紧摆正姿态 燕子姑娘说 我上一次把分配住房的权利让给了公友 导致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婚房 但是没有关系 燕子姑娘分配到了一间小房子 我们可以先用你的房子做婚房 完婚 以后我要更加倍努力 继续凭上先进工作者 劳动模范 杰出青年 待厂子里下一次分配住房时 我们争取分到一套大房子 再生两个孩子 一个男 一个女 燕子的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 这还差不多 算你有良心 但是 你这么大声做什么 你看 旁边的公友全都听到了 这里是伙食团呢 你就不能小声点说话 啊 冰胜赶紧压低了声音 还左右瞅了两眼 想看看周围人的态度 然而现在压低声音已经晚了 周围的人都在对着他们两人笑 这里可是燕子的单位 燕子的同事多得很呢 一群伙食团女工 都对着燕子 嬉戏直笑 笑声中带着祝福的味道 也带着一些小小的嫉妒与羡慕 燕子谈的是一个车间主任呢 工资比普通工人高得多 而且 今后的前途也很广阔 他已经被定为副厂长的后辈人选 这样的男人 谁不喜欢 燕子真好命啊 兵胜人又踏实 努力肯干 吃得苦 关键是人特别正直 做事像军人一样守规矩 这样的好男人 真不知道 哪里再去找了呀 只有阿几格还在悠悠地想着 我们的奸细 肯定被千刀万剐了 哎 可惜的奸细小队呀 河南 南阳 东北郊外 这里是河南遭受旱灾最严重的地方 数日前 唐王还曾经上书朝廷 说这里有母亲失女儿 崇祯帝因此拨来了三两五千银子的救灾款 免了这里的税付 不过 三两五千并没有什么屁用 免税付也就不了基民 南阳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幸好还有高家村在 白渊率领着一支民团 以及一支运输队 正在南阳郊外的乡村里 到处寻找着难民 目前为止 已经有许多难民 去洛阳加入了工厂 但总有那么一些难民 他们因为受到太多次官府的欺骗 又受到太多次流寇的袭扰 多次受伤之后 已经不愿意再相信外面的人了 不管你是官府还是流寇 不管你是乡绅还是士族 反正你们说的话 咱们全都不信 他们宁可躲在自己的小村子里 刨树皮 吃草根 也不愿意往外面的世界跑 对于这样的人 白渊只好亲自带队下乡 将温暖送到他们的手上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让他们慢慢张开眼睛 白叫袭 这边的破房子里有一家人 一个民团士兵跑了过来 白渊点了点头 亲自带着一队士兵走了过去 士兵们多多少少 还是显得有点粗鲁 很容易吓到老百姓 但是白渊就不一样了 偏偏家中年 一看就是学问人 往那户人家门口一站 李树也周全地把话一说 那户穷人就小心翼翼地开了门 这位老爷 您这是 白渊招了招手 旁边一个士兵 端着个木盘子递上来 盘中四个白面馒头 拿去吃吧 不够再出来拿 说完 他就带队回到了村子中间 就这么一招 不出片刻 躲在屋子里的老百姓就出来了 四个馒头够谁吃啊 家里几口饿荒了的人 一人一个 味道都没尝着 就吃光了 只好鼓起勇气 小心翼翼地凑过来了 然后他们就发现 村子中间 早就已经摆开了很大的排场 大量的士兵在主持的 不停地分发给勇敢地 走出了家门的村民们 村民们这才终于相信了 白老爷是个好人 村子里一片热闹 就在这时候 翼翼突然跑了过来 飞快地道 白叫习 南阳城方向 出来了一支军队 正在向着咱们这边行军过来 白渊 嗯 南阳守军 不 不是南阳守军 翼翼一脸古怪的表情 南阳根本就没什么守军 白渊仔细想了想 好像还真是 南阳城不久前 才被流寇过境 闹腾了一番 那点本地位锁兵 早就已经被流寇给打完了 白渊骑了 那还能有什么军队跑出来 事后 不太敢肯定 那军队看来 也不像正经路数 中间打着一面唐字骑 还打了一片 进京秦王的大骑 简直莫名其妙 唐 白渊微微一想 明白过来 唐王朱玉剑 想明白了这个 那就更吃惊了 唐王护军进京秦王 人数有多少 事后 一千多人的样子 白渊 哎 这唐王不要脑袋了 就在白渊发表这篇感想时 那支奇怪的军队 正在向着东北方向飞速行军 白渊的猜测是对的 这支军队的领军大将 正是唐王朱玉剑 朱玉剑 今年34岁 正值壮年 皇室宗卿 本应该像头朱似的活着 但他却不愿意这样 他是一个很有拼近的男人 在宗室 幻寿等问题上 与朝臣们多有冲突 到处树敌 得罪了不少大臣 就在今年7月 他还仗打两位叔父 福山王朱气爽 死 安阳王朱气哀 未死 这么一个有战斗力的男人 听说国家威王 当然不能做事 尚书请秦王 朱有俭不许 一般王爷听到 不许两个字也就罢了 但是朱玉剑可不答应 这朱家天下 又不是你朱有俭一个人的 也有我朱玉剑的一份啊 自己菜 还不允许别人帮你打 你不许我秦王 要是大明朝灭亡了怎么办 对得起列祖列宗吗 到了九泉之下 太祖得把我们这些王国子弟 吊起来锤 于是朱玉剑不顾圣旨 自掏腰包 花钱雇佣了一千多人的军队 由自己亲自领军 进京秦王来了 南阳之府这时候 正追在他的军队后面 苦苦哀求 王爷 回去吧 别闹了 您这样一路闹到京城去 死路一条啊 朱玉剑 本王才不回 本王是去秦王的 又不是去造反的 用心甚成 岂有因此 罪责本王的道理 南阳之府哭丧着脸 话虽然这样说 但是道理不是这么个道理 要是天下藩王 人人都起兵 这天下 岂有不乱之理 朱玉剑 皇上不会这么糊涂的 他一定能看到 我用心甚成 南阳之府 不要啊 朱玉剑 滚一边去 别再来缠着本王了 南阳之府 下官也不想缠着您啊 实在是这件事闹大了 下官也脱不了关系 两人正说到这里 前方的树林里 突然刷的一下 钻出一支军队来 这支军队穿得破破烂烂 武器也乱七八糟 还打着两面大旗 一面旗上写着 猛虎 一面旗上写着 毒虎 南阳之府吓了一大跳 啊 是大寇猛虎 毒虎二兄弟 糟糕了 这两个家伙 捅兵上万的 唐王朱玉剑 哈哈 天助我也 居然这里碰上刘寇 他二话不说 挥手向前一指 冲 把刘寇干掉 他手下这一支 一千多人的军队 是由两个部分组成 核心部分 是他的亲王护军 人数并不多 只有两百来人 另外一千多人 则来自江湖的曹莽武夫 或者是湘野壮汉 就和当初 福王雇佣的那一批 吃把王餐的家伙差不多 这伙人 还是有一点点战斗力的 并不完全是废物 再说了 废物他堂王 也看不上啊 秦王军熬的一声吼 对着猛虎 和毒虎的军队杀了过去 猛虎愣了愣 我擦 什么情况 亲王护军 不是应该守在南洋城里吗 怎么跑城外来了 毒虎也猛 有没有搞错 第一次在城外 见到亲王护军 两人就这么梦了 短短的一瞬间 唐王护军 就已经冲到了面前 最前面的唐王护军 两百人 各个武装到牙齿 还挺能打 只是一冲 就把猛虎和毒虎 冲了个歪七倒八 唐王护军一输冲锋 打得猛虎毒虎 两脸猛逼 两人一时 搞不清楚护军虚实 赶紧发挥出 刘寇的特长技能 逃 刷刷刷 转眼之间 猛虎和毒虎 就跑没了影 朱玉剑手占大劫 不由的大喜 贼寇萧小之辈 碰上本王 定叫他尽数扶猪 南洋之府 也看得有点猛 心想 你这王爷 还真能打呀 不是废物来的 不妙了 他越是能打 越是容易招来皇上忌惮 杀头的机会也越大 南洋之府也知道 这家伙打了胜仗之后 就更难劝回去了 罢了罢了 劝不动了 他肯定要闹出事 我想把自己摘出来的话 赶紧上奏 打小报告 才能免罪了 南洋之府 赶紧回退南洋城中 写奏章 说唐王朱玉剑 一意孤行 不听劝阻 非要出兵 进京秦王 他小小之府一个 管不了王爷的事 吴立族 赤后飞奔进荒村 将唐王与猛虎毒虎之战 一五一十的 讲给了白渊厅 白渊厅完 也不禁哑然失笑 这家伙还真打赢了 看到莫名其妙 不知深浅的官兵队伍 魏战先窃 但是 一旦被流寇摸清了虚实 搞明白了 这支军队 不过是一支亲王护军 流寇们就不会怕他了 唐王就会有危险了 就在这时候 又一名赤后回报 唐王护军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似乎想进这个村子 来休息的样子 白渊笑 去和他接触一下 就说小浪底民团 奉巡抚大人之命 在这里救济灾民 他要来就来好了 吃的东西 也可以分他一点 但是咱们的火器得收一下 别给唐王看 免得他眼红 民团士兵们都笑了 乐呵呵地 将自己的火冲藏了起来 倒是村子里的难民呢 听说亲王护军要来了 有点慌 不少人拿了救济粮之后 又赶紧躲回了自己的家里 在老百姓心里 亲王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不一会儿 守在村外的士兵们 带着唐王护军 走进了村子 朱玉剑脸上挂着个 有点好奇的表情 他刚才打完胜仗之后 士兵们需要休息 就准备随便找个荒村什么的 让士兵们休着 没想到 走到这个荒村前面 居然迎上来了一群人 向他汇报说 小浪抵民团 奉巡抚大人之命 在这里救济灾民 朱玉剑当然要进来一探究竟了 前不久 他还专门上书朝廷 说了南洋受灾之事 对周边的灾情 还是有点知晓的 但他并不是一个很有钱的王爷 无力帮助灾民 也只能期望着朱油捡出手 朱油捡出了三两五千银子 朱玉剑就知道 这事儿没戏了 后面他也就管不着了 没想到 河南巡抚 全失了手 走进村来 朱玉剑的眼光 立即就落在了村子中心 冒着热气的几口大锅上 锅里煮着浓浓的粥 插筷子都不会倒的那种浓度 朱玉剑心中暗想 这个救灾 看来不是做个样子 白渊迎上前来 一个大礼拜过 在下白渊 天任小浪底民团教习 参见唐王殿下 唐王见白渊一袭白衣 以表堂堂 再加上这里一端正的模样 就感觉到 此人是个大人物 心生欢喜 赶紧回了一个礼 白教习 这南洋地区的灾民 乃是本王的赤子 本王无力救主 只好劳烦了你来帮忙 真是辛苦了 白渊 但行善事 莫问前程 朱玉剑笑 好一个莫问前程 说得好 本王这一次进京秦王 也是和白教习一般的想法 只要本王做的是对的事 管他将来的前程如何呢 白渊 唐王殿下倒是条好汉呢 朱玉剑 嗨呀 好汉说不上 也就是尽力而为罢了 两人在这边刚聊上呢 另一边 唐王护军已经进了村 为首一元将决 大步走到了高家村的粥锅旁边 看了一眼锅里的粥 也不向旁边的人打招呼 自己抓了一个碗 就在锅里勺了一碗 这些粥本来就是 吃给难民们吃的 其实唐王护军剿匪过来 饿了想吃点东西 民团也不会吝啬 但是 他这不问自取 动作看起来 就有点让人不爽了 惹怒旁边一个掌勺的民团士兵 忍不住就开口道 喂 有你这样的 过来就吃 当这是你自己的东西吗 那将军哼了一声 吃你点粥怎么了 也不看看 军爷我穿的是什么 他拍了拍身上的甲 哗啦啦的响 俨然是一副高档的山文甲 就凭这身甲 就能彰显他的身份 不是普通渣渣兵 民团士兵怒 操 有身皮不得了 在咱们这里 任你天大的官 也得按规矩来办事 你要不装逼 给你一碗粥 倒也没事 你既然要装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说完 民团士兵左手一伸 啪的一伸 扣住了那将军手里的粥碗 将军用右手端着粥碗的 向后一拉 没想到居然没拉动 他这才发现 自己的右手使力 居然托不赢对方的左手 咦 将军有点意外了 这他喵的 区区一个做饭掌勺的 手上这么有劲 这就有点不服了 右手用力 猛的向后拖 那民团士兵也向后一拖 周晚在半空中 纹丝不动 将军怒了 挥起空着的左手 对着民团士兵的前脸 一拳揍了过来 他不出手还好 民团士兵只和他争碗 毕竟 高家村民团的人 都有良好的素质 不会轻易出手打人 但他这一出手 性质就不一样了 民团士兵哼了一声 右手挥手 手上拿着的一个长勺子 呼的一声 点向那将军的前脸 长勺子比拳头长 一寸长一寸强 将军的拳头才挥到一半 长勺子就扑的一声 点在了将军的额头上 勺子里残留的浓粥 啪的一声 呼了将军一脸 将军惨叫一声 向后就翻 哎呦 烫烫烫 那民团士兵 却借机向后一拉 将他周晚给夺了回来 还跟上一句 嘿 还好粥没撒 不浪费 不浪费个鬼啊 旁边另一个民团士兵吐槽道 你往他脸上呼的半勺粥 不是浪费了吗 啊 真是糟糕了 为了这种人浪费半勺粥 我他娘的大错特错了 两人这么一闹 热闹了 唐王护军的人 刷的一下冲过来了一大群 不少人的手 还放在了刀把上 而民团的人 也不肯示弱 也纷纷围过来了一大群 他们的火冲已经藏起来了 但是高家村民团的士兵 个个都是武装到牙齿的 没有火冲 根本不是问题 身上还藏着军刀呢 随时可以抽出来迎敌 根本不需唐王护军 两拨人就这么在村子中间一顶 瞬间剑拔弩张 另一边 白渊和唐王朱玉剑两个 都是属于那种 彬彬有礼的类型 两个当头的 还在礼貌的聊着天呢 哪知道 旁边突然响起喧哗吵闹声 两人扭着过去一看 我擦 手下都快要打起来了 这就相当的尴尬了 两人赶紧向着村中心跑去 几乎同时开口道 助手 发生了什么 唐王护军的将领 指了指自己的脸 脸上满是浓粥 意外 同时也生心疑虑 这怎么可能 这年头 老百姓还是很怕关的呀 你可是唐王护军 正牌子的武官 一般的老百姓 岂敢随便对你动搓 肯定有问题 白渊则对自己的 民团军纪比较有信心 转头对那士兵问道 发生了什么 你起来说说 民团士兵啪的行了个军礼 这人走过来 招呼都不打 拿起碗就要吃饭 我脑他无礼 就伸手扣住了他的碗 然后他挥拳打我的脸 我用庄舟的勺子还击 就变成这样了 白渊瞥了一眼现场的情况 马上就感觉到 这人说的是真话 却听那将领吼道 是他无礼在先 我堂堂亲王护军统领 过来吃他一碗粥 他对着我 渣渣呜呜呜的 本将军就算砍了他 也是说得过去的 白渊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相信自家人说的话 李肯定在自己人这边 但他听到护军冲领的话之后 感觉到不妙 当官的 什么时候的老百姓讲过了 这统领摆明不了想讲理 想用身份压人 白渊背在背后的手 不着痕迹地做了一个手势 他身后的家丁 马上就会议了 悄悄附到旁边士兵的耳朵上 低声道 把咱们藏起来的火冲拿出来 要是唐王闹什么幺蛾子 就在这里 把唐王护军给干掉 士兵会议 悄悄溜向了藏火冲的地方 白渊则把眼光锁定在了 唐王朱玉剑的身上 朱玉剑的态度 现在很关键 他要是护短 帮着唐王护军统领说话 想要对付自己的手下 白渊就要把君子六亿中 理这一亿给划掉划掉了 在这一瞬间 所有人都在看着朱玉剑 朱玉剑还不知道 自己的性命 现在就靠自己的决断了 要是拿出顽固王爷 那一套不讲道理的做派 就会有上千把火冲 对着他的护卫乱轰过来 不过 朱玉剑还真不是一个顽固王爷 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 朱玉剑的祖父老唐王 疼爱小妾生的儿子 想把妾的儿子扶正 就将朱玉剑和他父亲关押起来 想要活活饿死他们父子 当时朱玉剑才十二岁 就遭逢了这种大难 也算是受到了一个不小的震撼教育 幸亏暗中有个小官张书堂 帮忙送些糙米饭 在囚房中 朱玉剑父子粗茶裂饭 苟活了十六年 身处牢笼 朱玉剑埋头苦毒 钻研如学典籍 没有浪费光阴 后来他父亲被毒死 他也险些被撤掉侍孙位置 几经被折 可谓险象还生 好不容易才在重征五年 当上了唐王 他还真不是一个顽固 朱玉剑的眼光扫过护军统领 哼了一声道 你说他对你无礼 本王不信 你身穿这身衫文甲 又有哪个老百姓敢对你无礼 定是你无礼在先 人家才会自保反击的 白渊 咦 高家村民团的兵 咦 正在远处准备把火冲拿出来的兵 也愣了愣 咦 连唐王护军们也猛了猛 王爷居然没帮我们说话 朱玉剑指了指 那个被护了一脸舟的统领刀 既然现在没有人受伤 这件事就在这里打住 赶紧去洗把脸 这样脏兮兮的成什么体统 简直就是给唐王护军丢脸 那人大感尴尬 赶紧退下 找东西洗脸去了 天下大汗 南洋游慎 他要找水洗脸 还真是蛮难的 在村子里的水井口 向下一看 井里只有贴底的地方 有一丢丢的水 还脏兮兮的 正不知道怎么办呢 旁边递过来一块尸布 是那个掌勺的名团士兵 冲领接过来 擦了把脸 两人都大眼瞪小眼 也不说话 不过气氛倒是慢慢缓和下来了 火冲又重新被藏好 白渊对着朱玉剑抱了抱拳 唐王殿下处事公正 颇有君子之风啊 朱玉剑 过奖过奖 岂敢自称君子 白渊先前不想说的话 现在也就说了 唐王殿下 你这起兵勤王之事 还得再从长计较一番 朱玉剑 哦 你也来劝本王 那南洋之府 追了本王一路 劝本王不要去 我看你不是迂府之人 为何也来劝本王 本王率军秦王 没有一丝私心 用心纯粹 皇上定能看到我全权赤子之心 又岂会因为这种事 追究本王的责任 白渊 当今圣上 心胸 他一句话还没说完呢 两个侍后同时跑了过来 一个是唐王护军的 一个是高家村民团的 两侍后几乎同时开口道 不好了 蒙虎和毒虎杀过来了 朱玉剑大骑 蒙虎和毒虎是本王手下败将 刚刚还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 这两个家伙还敢再来 白渊却眉头一皱 明白了点什么 蒙虎和毒虎刚才被唐王护军打败 是因为不知这只官兵虚实 先习惯性地撤退一下 但当流寇们缓过神来 再探查一下 就知道了刚才打败自己的 不过是一只唐王护军 亲王这两个字 在全天下所有人的心目中 都是和废物两个字化等号的 蒙虎毒虎立即重新整军 又杀过来了 村外远处响起了喊杀声 声音好大 骑马上万人的骑声呐喊 蒙虎毒虎这一次玩真的了 手下一万多人 骑骑杀来 先把声音吼起来 吓唬吓唐王护军 别说 这一招还真管用 贼军还没到 光是吼声 就把唐王护军给吓坏了 他们只有一千多人呢 而且只有两百多是正经护军 另外一千多人 全是雇佣来的 说是乌合之众并不过分 一听到贼军如此势大 唐王护军卫战先乱了一半 那统领刚刚洗干净了脸 飞快地跑到朱玉剑身边 大喊道 王爷 贼军势大 我们底底不住的 赶紧撤回南洋方围上策 朱玉剑大怒 我军刚刚出南洋城 还未与剑奴交手 岂能就此撤回南洋 统领 要与剑奴打 也得有命到京城才行啊 两人就说了这么两句话的功夫 他们雇佣来的渣渣兵 已经有一小部分人开溜了 有人在向着村子后面的土沟里钻 有人在向着村外的树林里的钻 场面一片混乱 朱玉剑 哎 怎么能这样 就在这时候 朱玉剑突然发现 白渊的人并没有乱 这伙民团 一个个脸色十分淡定 一点也不像自己手下的 那群渣渣兵那样 只知道眉头苍蝇似的乱窜 他们全都站得稳稳的 只是转头看向了白渊 白渊挥了挥手 准备作战 这群汉子 这才刷得一下散开 有人跑到村民废弃的小屋子里 很快就从屋子里 拿出一把火虫 有人在身边的草丛里扒拉了一下 抽出一把火虫 有人伸手到树洞里一抄 也抄出一把火虫 眨眼间 他们全都忍手 一把长长的火虫 然后又在一个眨眼的时间里 他们就奔向村中各个位置 一大群人 爬上了村子旁边的小土坡 一群人爬上了屋顶 趴扶下来 端起了火虫 一群人蹲到了村庄的篱笆墙后面 他们似乎很清楚 自己应该在什么位置住手 一点也不乱 很明显 每一个人的位置 都是事先定好了的 远处想起了他们的声音 小浪底民团第五营 已占据防御位置 第六营布置完毕 第七营就位 第八营已就位 此起伏笔的声音 最终安静下来 所有民团士兵都闭上了嘴 进入了战斗状态 只剩下唐王护军 还在渣渣呜呜的 像群傻子似的嚷嚷 这就叫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唐王朱玉剑 整个人都有点猛 这 这是何方神圣 那刚刚洗干净脸的统领 更是人都吓妈了 幸亏刚才没和这支民团打起来 要是真的闹翻 我们不够 他们打的 白渊孝道 唐王殿下 你的人就在村子中间守着吧 且看我的人先打一场 朱玉剑呆呆地点了点头 来了 贼一军先投部队 进入射程 有人大叫道 别急 压一压 让他们更多人进入射程 再压一压 他们以为 这里是唐王护军 对火冲没有提防 再压一压 战果会更好 看着上万名贼子乌泱泱地冲过来 民团士兵 居然一点也不怕 甚至不急着开火 朱玉剑看到这一幕 心中暗惊 好厉害的军迹 如果是我的人 在贼军冲到一半时 肯定会有人忍不住要放箭了 但眼前这支民团 说不开火就不开火 没有一个士兵擅自出手 直到贼军冲得很近了 负责最前线指挥的营长 这才猛的一声大吼 开火 开火 呼呼呼 密集的火冲声响了起来 不打时 安静的像哑巴 整个军队都没有半点声音 一打就急如炒豆 噼里啪啦炸个不停 贼军最前面的汉匪 瞬间倒下一大片 猛虎大吃一惊 糟糕 中计了 毒虎 还以为是唐王护军 结果是那支火冲部队 操 中计了 快跑 猛虎和毒虎两人 瞬间从冲锋变得撤退 贼兵们就像潮水 往着沙滩上一涌 马上又是向大海里退 这时候 刚才名团压枪的效果 就体现出来了 贼军被拉得很近 现在 想要撤退的话 就没那么容易逃出火冲射程了 有人跑着跑着 后背中枪 扑倒在地 有人连滚带爬地逃跑着 看到身边的人中枪倒下 他就不敢站起来跑了 只敢在地上慢吞吞地爬行 还有人连爬都不敢爬 爬在地上根本不敢动 嘴里大喊 花多长时间 猛虎和毒虎退走 地上留下了数百尸体 以及数百降贼 白云挥了挥手道 去点人 收拾战场 把投降的抓回去劳改 遵命 民团士兵赶紧去处理 朱玉剑看得目瞪口呆 他手下的唐王护军 也看得目瞪口呆 全都像呆子一样 傻傻地看着高家村民团处理善后 打扫战场 这时候 村子里的难民们 也从屋子里探头出来了 看了看外面的情况 这些难民 也惊得不要不要的 刚刚还不愿意搬走的难民 非也是的 跑到民团士兵面前 抓着他们的小臂问道 流寇已经打到咱们村来了 是啊 民团士兵 如你所见 这些流寇 随时还会再来 难民们吓得不轻 军爷 带我们走吧 我们愿意跟你们去洛阳了 民团士兵笑道 不要叫我军爷 多难听 你叫我小伙子 小帅哥 都是可以的吗 这种二选一 傻子才会叫小伙子 难民们赶紧道 小帅哥 带我们去洛阳吧 民团士兵脸都笑烂了 我英俊帅气的脸 终究还是被你们发现了 村子里剩下的村民 没有一个 还敢留在这个村子里的 白渊的群众工作 总算是做成功了 带上大群俘虏 再带上一村的难民 对着朱玉剑抱了抱拳 堂王殿下 这个村子里的事情已了 在下得去下一个村庄 就进难民了呢 朱玉剑现在已经对白渊 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不禁叹道 白先生 你的民团如此厉害 若是进京秦王 哪里还有剑奴嚣张的余地 白渊对着朱玉剑露出了古怪的笑容 殿下 进京秦王 还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去的 既然南洋之府劝了您 您也没听 那在下也不多劝了 只能送您一句话 朱玉剑 洗耳恭听 白渊 武器在皇帝的手里时 越力越好 但当武器在一个 能威胁到自己皇权的人手里时 越蹲越好 朱玉剑 白渊 以你我的身份 不宜进京秦王 殿下需更小心谨慎才是 说完 白渊也就不多说废话了 抱了抱拳 带上民团 向北去了 朱玉剑看着白渊离去的背影 皱眉沉思 久久不发一言 护军统领见状 还以为事情会有转机了 大喜 赶紧凑过来道 王爷 咱们是不是回南洋 朱玉剑抬起头来 眼中闪过一抹坚定的光芒 继续进京 秦王 哎 统领全身僵住 朱玉剑喃喃地道 但行善事 莫问前程 无论如何 剑奴必须要有人去对付 京师需要有人去守护 本王虽然没有多强大的力量 却也要把这份力量献出去才是 众人 统领长长地叹了口气 好 咱们继续走吧 朱玉剑继续挥军 向东北方前进 一路上又遇见好几股小规模流寇 唐王护军与流寇激战 有胜有负 打得有来有回 浦州 花花世界明星事务所 老南风和蔡玲 并肩走了进来 蔡玲扎着一个妇人计 数日前 她已经与老南风成了亲 正式结为了夫妻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这一次 王二 白猫 马首英进京秦王 没有让老南风去 新婚燕儿 就让人上战场 很容易立下 Flag回不来 李道玄可不想用一个Flag 坑死了自家小人 两夫妻乐呵呵地钻进后台的化妆间 陈渊源正在这里卸妆 她刚刚登上剧院的大舞台 表演了一段歌舞 才下台来 虽然她现在才13岁的年龄 但已经俨然成为了花花世界明星事务所的台柱子 每一次她登台表演 都会引来台下观众欢呼狂喜 赏银像不要钱似的往台上扔 陈渊源小小年龄 现在就已经存起了几百两银子的私房钱了 老南风走到她面前 坐下 笑着摸出一叠纸递过去 渊源 这是我们正在筹备的一部新电影 准备让你来演女主角呢 陈渊源微笑 什么骗子啊 她翻开剧本一看 片名叫做《学生时代》 是以高家村的32中为舞台 讲了一群年轻的学生 努力学习 奋力拼搏 毕业之后走向行的行业的故事 片子的女主角当然是高一夜 计划由高一夜本人出演成年高一夜 而由陈渊源饰演少女高一夜 配角们也全是高家村的顶级大佬 例如白公子 三小姐 高三娃 陈渊波 高山 王堂 刘茂袍 当然 他们本人只演成年时的自己 而他们未成年还在学校时的角色 都得找五官和形体相似的年轻演员来演 还有三十二 王校长 宋应兴等人 甚至连天尊本尊都会在片中出现几个镜头 跑几分钟的龙套 陈渊源一看剧本 就感觉到压力有刹那大伊利 东翁 陈渊源的声音都开始颤抖起来 这么多大人物要出场 我的天 连天尊和圣女都要出场 跑几个镜头的龙套 这是天尊导演的片子吗 老男风摇头 不是的 是咱们事务所自己筹划的片子 陈渊源刚刚还在激动吗 一听到这话 热情瞬间冷却 语气古怪地道 请这么多大人物 陪着咱们拍一部垃圾片 这话说的老男风有点脸红 他的明星事务所 还真是专门拍垃圾片的 除了天尊亲自出手做导演 为了革命教育意义 拍的几部战争大片之外 凡是由老男风自己出资 自己拍摄的电影 全都是粗制滥造的垃圾 也难怪陈渊源一开始还很激动呢 马上就转为吐槽艺 老男风道 这个吗 嘿嘿 这一次绝不是垃圾片了 这剧本 是请了最厉害的通俗作家写的呢 陈渊源 谁啊 老男风 高三瓦 陈渊源 陈渊源的嘴唇 微微颤抖 胸膛里满满的全是表达欲 如果面前坐的人 不是自己的东翁 他就已经控制不住他自己了 他只好低声道 天尊 真的会愿意 在这种电影里跑龙套 愿意啊 老男风胸口刺绣着的金线天尊 突然开口了 这么好玩的事 我当然很乐意来参加 啊 参见天尊 在场的三人都赶紧行李 李道玄笑道 剧本我刚刚看本了 虽然有点高三瓦独有的导弹感 但故事整体还是很舒服的 尤其是片中的孩子们最后离开学校 走上各行各业的大结局 非常的棒 我觉得 这是一部很有教育意义 很值得推广的电影 老男风大喜 多谢天尊夸奖 李道玄继续道 放手去搞 用这样的电影 扶持一下教育行业也是好的 让更多的人明白教育的意义 也是一件好事 高家村一直在提供免费的教育 也有许多家庭不愿意把孩子送去学校上课 因为这年头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就已经是家庭重要的劳动力了 孩子得帮着父母耕地 插秧 收割 养鸡 养猪 放牛 拿去读书 考不上功名 读书就是白读 多浪费啊 李道玄也想过许多解决办法 但通过免学费 免餐费这样的手段 终究还是不够的 而眼前这个剧本却不错 先演一段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故事 最后再通过大结局里 各个人物现在的成就 来告诉观众 你的孩子如果读了书 就算不参加科举 不考功名 也能像白公子 三小姐 高三娃 陈元波这群孩子一样 成为社会精英 在各行各业里 发挥出光和热 李道玄都表示了同意 那就没什么好 犹豫了的 整 陈元元也不当吐槽艺了 瞬间干劲拉满 老男风则立即开始 联络那群 在各行各业 都很优秀的家伙们 让他们来帮个小忙 出演片中的几个片段 就在高家村的年轻一代 开开心心地 拍电影玩的同时 京城 西直门外 清军总大将阿几格 正率领着清军的主力 囤住在城外的平原上 而在他们北方的 一个小树林里 王二 白猫 马首英三人 正借着树林的掩护 用望远镜 看着清军的主力 剑奴主力就在眼前了 马首英压低声道 我们不用继续打下去了吧 干脆撤了 看剑奴把京城给打下来 剁了皇帝佬 岂不是大庙 王二摇头笑道 马兄 你这想法 其实我也有 巴不得剑奴杀了皇帝佬 但是 我知道自己这个想法不太对 马首英 哦 哪里不对 剑奴帮咱们杀了皇帝 不是很好吗 省得我们去杀 王二 他们要是进了京城 光杀皇帝佬儿 和那群贪官 我举双手双脚赞成 但是很明显 他们进城之后 会伤害老百姓啊 此话一出 马首英顿时愣了愣 王二叹了口气 天启七年 我率种光道 郑艳夫两人起义 本想只杀掉贪官张药彩 和那群鱼肉箱里的衙役 但我们冲进县城之后 军队马上就失控了 我在冲县衙门杀张药彩的同时 两位异地却率部下 杀到了城中父护们居住的街区 白猫也叹了一声 当时我也在 我看到一个父护的丫鬟 被他们 唉 那丫鬟也是贫苦人家 也是活不下去 才会被迈进父护家里 做了丫鬟的 怎料会遭遇这等惨事 马首英 接下来 是一阵诡异的沉默 好一阵子之后 王二才捏了捏拳头道 我们可以把皇帝 贪官碎尸万段 都没有关系 但我们不能坐视老百姓 被无端卷入 白白丢了性命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 我们是在起义 否则 只能说自己是一群低劣的贼 马首英点了点头 嗯 起义起义 这里面有一个义字 既然达成了共识 那就好办多了 三位头领 回到树林深处 这里拴着几匹马 地上还倒闭着几个清军斥候的尸体 原来 他们三人偷偷潜伏到 离清军主力这么近的地方来 半路上也是花了些力气了 好不容易才袭杀了清军斥候 得到了这个凑近来看一眼的机会 三人翻身上马 喊了一声架 纵马向北狂奔去 奔了数里远 才回到了自己的军中 大同总兵王璞也在 正带着大同边军等着他们呢 见他们回来 王璞赶紧迎上前来 情况如何 白猫道 清军是大 各种工程武器和火炮齐全 还有巨大的巡车阵 大量的蒙古骑兵 我们的火冲虽然厉害 但以几千人的数量 想直接冲过去 把清军数万主力都干趴下 是不现实的 王璞咬了咬牙 但他们已经逼近西之门 若是让他们攻进京城 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必须得想点办法 马首英 摇旗呐喊 制造声势 不断地袭扰清军右翼 给他们制造足够的压力 京城之围避解 王璞 兄弟好计策 就这样办 几天后 阿几格皱着眉头 看着地图 情况感觉有点不对劲 清军的右翼 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了 明军的大同总兵王璞 带着山西秦王军 在树里外 不断地袭扰清军右翼 清军多股游击部队被击溃 抓来的明朝老百姓被救回 抢来的财物和牲畜 也被他们抢了回去 随着王璞军的不断活跃 清军主力 开始感觉到 局势不稳了 这里毕竟是大明朝的地盘 清军客场作战 明军想要玩游击 是再容易不过了 清军没有办法在别人的地盘上 防范游击 阿几格左思右想 罢了 这一次入关 就打到这里吧 我们的收获已经足够多 抢到的财物也够了 差不多可以收军回去了 不过 我们就这样走了 不太有意思 得再打一打大明的脸才舒服 他一挥手 传令全军 艳势成旗 奏乐凯归 清军得令 于是 八旗兵们 把自己抢来的那些最好看的布料 五颜六色 很鲜艳的布匹衣服 全都裹在身上 有人把五彩的丝绸 拿来当披风 有人在头盔上 裹着翠绿色的布 还有人身上 披着青楼姑娘式的流云水袖 整个大军搞得比戏台上的戏班子 还要花哨 军骨 军螺 平时是用来击鼓进军 明经收兵用的 但是今天全都拿来奏远 敲锣打鼓 对着京城一阵羞辱 这才调转码头 向东北关外返回 阿几格退了 西直门上 监军太监高起前 不但没感觉到自己受辱了 反而松了口气 青军退了 太好了 快快快 通知皇上这个好消息 崇祯帝朱有简 也大为振奋 亲自下旨 我大明启示剑奴说来便来 说走便走的 剑奴气势已衰 现在正是追击的好时机 命兵部尚书张凤义率军退机 张凤义这个倒霉蛋 就这样率军出城了 他可不是坐在升官里 啥也不懂的皇帝 也不是只知道讨好皇帝的太监高起前 他是兵部尚书 哪怕是个文官 也是懂兵法了 更懂得衡量敌我双方的战力 张凤义很想翻个白眼 对朱有简说 守城都差点守不住 你还要我出去追街 是要我送死吗 但这话终究没法说出来 只好硬着头皮 率军出城 刚一出城 就看到清军曾经住过军的地方 路边插了一面大牌子 上面写了一行字 各官免送 尚书大人 领军的将军颤声道 剑奴艳势成奇 故意敲锣打鼓 还在路边摆这种羞辱人的牌子 摆明了 就是要引诱我军追击 我们若是追上去 中服 导致全军覆没 剑奴再杀个回马枪 京城必破 张凤义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苦着脸道 本官也知道追不得 但皇上下令要追 岂有不遵圣旨之礼 将军 硬着头皮 假装追一追吧 张凤义道 赤后多派些出去 尽量散得开些 我们这支军队 是京城最后的保障 绝不能出事 爆 兵被尚书张凤义 率领京城的少爷军 出了西之门 追击剑奴大军 一名赤后 站在了王浦 王二 白猫 马首英的面前 马首英黑的笑了一声 王二露出一脸古怪的表情 这也敢追 兵部尚书 是来搞笑的吗 剑奴摆明了 随时准备杀回马枪 不然不会搞这么多花样 来羞辱京城里的大老爷们 王浦叹了口气 以我对尚书大人的了解 他还不至于蠢到这个地步 肯定是被皇上 或者太监们给逼的 这样说 倒是比较有理 在场几个人不在想 确实 兵部尚书 再蠢 也是管兵部的 不至于蠢到这个地步 那就只能是皇帝老逼他出兵了 这皇帝 马首英 他欠我的军饷 还没给我发旗呢 这话本来是说给王二和白猫听的 却没想到 王浦居然露出了一脸尴尬之色 咦 马兄 朝廷也欠你军饷吗 马首英 你也被拖欠着 王浦有点小尴尬的抠了抠头 我被欠了九个月的军饷了 最近正有点头痛呢 我小有家资 倒是问题不大 但我手下的兄弟们 有点撑不住了 众人 这他喵得就贼尴尬 三人对视了一眼 最后还是白猫开了口 王总兵 你这事 我帮你记下了 我认识靠谱的晋商 回头让晋商帮你弄些钱量来 赦给你 先撑一撑 王浦大喜 多谢兄弟 好了 还是先回到眼前的事吧 马首应道 剑奴退了 我们追 还是不追 追 当然追 王二想都没想就到 但我们的目标 不是杀几个剑奴泄愤 而是尽量把剑奴抓去的老百姓救回来 把他们抢去的财物给抢回来 就以这个目标来追击 升起侦察用热气球 民团士兵们赶紧忙碌起来 侦察型热气球 很快又放上了天 天空中 一名民团士兵拿起望远镜 对着剑奴大军看了又看 将他们的行动路线画在纸上 装进竹筒送了下来 张凤义率领的少爷兵们 追在剑奴大军的背后 落得远远的 连靠近都不敢 只敢把斥候远远地放出去 双方的斥候倒是打得激烈 在各个小树林 小山丘上激烈交战 但是双方的大军 却连面都照不着 阿几格很快就发现了 明军的领军大将 并不上当 咱们的诱敌追击之际 毫无作用 既然如此 那就继续下猛料 阿几格 我假装率领精锐大军 先走一步 资重部队拖在最后 那张凤义定然受不了诱惑 想来攻击我们的资重 到时候 资重部队拼命拖住他 我在率精锐部队 尽快返回 将张凤义部一举歼灭 然后回尸燕京 干到大明 阿几格的算盘珠子 打得李道玄在陕西都能听见了 张凤义再蠢 也不会中计啊 他干脆直接率领少爷兵们 返回了京城 拿出三个清俊斥后的人头 交差道 斩敌三级 朱友简大怒 你未斩 严官们纷纷上书弹劾 张凤义长叹了一声 回到家里 默默地吃下了毒药 阿几格 明君还没追过来吗 爆 一名部下上前道 明君总帅 兵部上书张凤义 已经班师回京 阿几格摇了摇头 把资重放在最后面 他都不敢打 这家伙究竟是胆小 还是识破了我的诱敌之计呢 唉 回吧回吧 连杀个回马枪都不行了 阿几格的命令一下去 清兵们就放松了心情了 现在终于可以开开心心的 押着抓来的奴隶 带着抢来的财物 回东北去 好好享受了呢 就在清军刚刚松懈下来之后 没多久 轰隆隆的马蹄声 突然拍脸而来 马首英率领的回族重骑兵 仿佛一阵风似的 追着清军的斥后杀了过来 一瞬间就切断了 清军最后面的资重部队 尤其是部队里 押送着的明朝老百姓们 还没搞清楚 发生了什么 就被马首英的兵围在了其中 清军的资重部队 吓了一大跳 有人大吼道 快 快去通知阿几格大将军 回军救援 糟糕了 这群家伙动作好快 又来了 他们后面居然还有援郡 马首英的部队 奋战了一小会 拖住了时间 接着 王二和白猫的部队赶到了 马首英挥着弯刀 对着老百姓们大吼 趴下 全部趴下 不想死的全部趴下 虽然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但子弹不长眼睛 所有人都趴下 老百姓们 现在哪有质疑的余地 想都没想 就听命照办 往地上一趴 砰砰砰 火冲声响起的那一刻 就标志着正面战场 没有悬念了 火冲停了 快撤 快撤 马首英大吼 所有人起来 迅速向南方跑 快 骑兵们挥起弯刀 拼命地斩断老百姓 脚下塑着的绳索 老百姓们得拖自由 赶紧撒开双腿 拼命地燃烧自己那点 为数不多的热量 全力向南狂奔 阿几格的主力大军 还有三十分钟就到了 快 快快 王二 撤 快撤 大伙护着老百姓 向南狂奔出树里 直到看到了自家的城池 才终于松了口气 而另一边 阿几格本来已经开开心心 准备回家了 突然接到消息 拖后座右耳的资重部队 遭到明军袭击 明军速度气快 战力彪悍 几乎是一瞬间 就击溃了资重部队 使得资重部队 拖住敌军等主力回员的计划 都未能实现 阿几格大吃一惊 赶紧率主力大军回员 但当他掉头回来时 只看到满地资重部队的尸体 他们从大明朝抓来的老百姓 抢来的财物 已经全部消失不见了 阿几格气得不轻 嗷嗷 谁 是谁干的 哪支明军部队干的 一个还没死的 资重兵艰难地道 王 大 总兵 王 呦 说完 脑袋一歪 这次真的死透了 阿几格 气死我也 把这王普的名字记下来 我下次避斩他狗头 避斩他狗头 崇祯九年 秋 清军退兵 返回了关外 虽然刚来的时候 势如破竹 打得明廷毫无还手之力 但最后的战绩却不完美 阿几格的诱敌追击计策 被大同总兵王普破解 导致清军在关内 抓到的十几万奴隶 全部被王普救回 抢来的财物和牲畜 也被王普夺回去了一大半 阿几格力士必杀王普之后 愤愤地回去了 而另一边 王普正在傻笑 十几万被救回来的老百姓 正对着他山呼恩公 猴得王普怪不好意思的 有点小脸红啊 白猫 王二 马首英三人 互相使了个眼色 对王普道 王将军 咱们山西秦王军 就先回家了 好嘞 想早点回家躺平 至于去京城树职 论功行赏的事 就拜托王普将军做吧 王普 哎 这明明是 你们干的活 推到最前面 本将军有点受不起了呀 白猫笑 上次不是和将军 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火烧星野 也不是诸葛亮亲自上阵 但功绩肯定是诸葛亮的吗 将军 您就是这一次的诸葛亮 王普 可是 总觉得哪里不对 人家诸葛亮在星野 是真的出了主意的 但这一次打仗 王普感觉自己啥也没干啊 他就跟着山西秦王兵到处跑 每一次等他跑到地方了 还没来得及出手 前方已经传来捷报 这就很尴尬 这要是理直气壮的 白猫道 将军就不要多想了 你看 我手下的兄弟 还有马守英和他的兄弟 没有一个说将军的不是 大家都认为 是将军你的领导有方 王普转头向马守英看过去 他还真有点怕马守英 总觉得这骑兵统领 不太好相处 是个狠角色 但意外的是 这人好像真的不争功 一点也不介意 功劳被让给了王普 王普也不知道说啥好了 感动的热泪盈眶 几位兄弟 你们把这么大的功劳 全部让给我 连论功行赏都不掺和 这简直是 太无私了 我王普 后若是飞黄腾达了 必不会复了几位兄弟 于是 两军分道扬镳 高家村三将 率领民团 经过大同军阵 返回山西 而王普 却护送着十几万老百姓 返回京城 他回到京中 才听说兵部尚书张凤义 因为追击不力 被皇上责备 严官们疯狂弹劾 以畏罪服毒自杀 王普一时无言 正敢叹着呢 就见一个太监跑了过来 对着他道 王将军 皇上要见你 王普赶紧收起乱七八糟的心思 整理了一下仪容 跟着太监进了宫 一路静止来到御书房 朱有俭正一脸喜气地 坐在这里等着呢 一见王普便笑了起来 心情仿佛正坐在一台喷射机上 王爱卿 朕等你多时了 朱有俭 这一次贱奴入关 风烟处处 朕一天到晚 都听到些难听的消息 唯有你 捷报频传 朕每次看到 你的名字 心里都暖暖的 王普大喜 多谢皇上厚爱 朱有俭 朕要重赏你 必定要重赏你 王普 那个 臣 其实也没做什么 主要还是山西秦王军 能打 是他们 朱有俭打断他道 你立下大功 却想着把功劳分给别人 不拘功自傲 这份品质 更是难得 朕更加喜欢你了 王普 朱有俭 朕马上让兵部 给你琢磨琢磨 声一声 王普大喜 旁边的曹化淳 小尴尬地道 皇上 兵部尚书张凤义才死 现在兵部乱成一团 那个 目前 暂时 没法琢磨 朱有俭 呃 这一下尬住了 朱有俭只好改口道 那你先回去等几天 等兵部这边 一句话还没说完 外面跑进来一个太监 一脸皇级地道 皇上 南阳之府奏报 唐王朱遇见 组织了一支一千多人的秦王军 率军离开了南阳 正向着京城过来 什么 朱有俭大怒 岂有此理 他这是要秦王 还是要造反 王普忍不住就开口道 呃 应该是要秦王吧 毕竟只有一千多人 造反不至于 朱有俭怒瞪了他一眼 王普吓了一跳 赶紧无嘴 朱有俭被王普打了个叉 怒火烧过 冷静下来一想 王普说得对 一千多人造什么反 这家伙看来真的是想秦王 并不是要谋反 但是 藩王率军离开封地 此为大忌 要是开了个坏头 今后这天下 还不乱套 这个口子绝不能开 朱有俭转头对太监道 你只 将唐王朱玉剑废为庶人 派锦衣卫把他拿下 送到凤阳 好好收拾收拾 改封其递朱玉色为唐王 曹化纯赶紧摸摸 王普站在一边 呆瓜般地看着 内心复杂 朱有俭大约是气糊涂了 好一阵子都没想起王普来 直到气头过来 这才看到面前还追着一个武将呢 挥了挥手道 王爱卿 你且回去等调令吧 等兵不能干活了 就给你升一升 王普谢恩退出 他走出皇宫时 刚刚进宫去领赏识的喜悦 早已经消失不见了 心里只是在想 难怪山西秦王军 不愿意要这功劳 全都要让给我 看来 秦王也是个危险的活呢 一个搞不好 天知道是什么下场 对于某些人来说 若是想报效国家 偷偷出力 别让皇上知道 反而更好 哎 王普大步走出了京城 返回大同去了 当天傍晚 西安 菜市口的大平板上 正播放着新闻联播 朱存机就和平时一样 早早就位 今天 战地记者周大压 给大家带来了河南方面的新闻 高一夜微笑道 现在把镜头转到河南 只见镜头一转 画面上出现了 钱花魁周大压 那张漂亮的脸蛋 他居然正站在战场上 身后是无数人正在打仗 领得秦王军 朱玉剑自掏腰包 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唐王护军 准备去京城抗击剑弩 勇气可嘉 周大压微笑道 在我身后交战的两支军队 一只是猛虎独虎率领的流寇大军 另一只是由唐王朱玉剑率 朱存机看到这里 啊的一声叫 跳了起来 伸手指着屏幕 他 他不想活了 朱存机简直不敢相信 居然有亲王敢起兵亲王 他想出个城 还得找替身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再化妆成什么四海游侠珠飘凌 才敢出去溜达一圈 然后赶紧回来 生怕替身穿了帮呢 没想到 真是没想到 唐王朱玉剑猛到这个地步 这个男人 无背楷模呀 朱存机仰天大笑 既然唐王都敢这样搞 那本世子也去 起兵啦 秦王啦 坐下 吓嚷嚷什么呢 坐在他旁边的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廷道 你起兵 起什么兵 带着天尊的名团去秦王吗 那就大可不必了 白猫和马首英 已经率领名团去秦王了 朱存机全身一僵 咦 对啊 朱存机若要秦王 那肯定得带名团去 但现在名团已经去了呀 这就很尴尬 朱存机一屁股又坐了下来 哎呀 一点也不好玩 孙传廷国事不是耳戏 不需要好玩 你想要玩 再次化妆溜出去呗 别来掺和军事上的事情 朱存机点头 好吧 本世子自从南京回来 好久没出去了 正好去河南看看吧 孙传廷 河南流寇闹得欢 你去坐肾 朱存机 去看看我那亲戚堂王 孙传廷叹了一声 这场戏 只怕不太好看 周大鸭拍到新闻 制作成片 再送回到高家村 安排播放 这一系列活搞下来 得好几天时间 我们看到这销新闻的时候 事情只怕已经有了变化了 朱存机听他这么一说 眉头皱了起来 孙校长的意思是 孙传廷 堂王要倒霉了 朱存机 撕 他左撕 又想 突然像决定了什么似的 跳起身来 向着楼下飞边去 孙传廷 喂 世子殿下 你要去做什么 朱存机边跑边道 才不告诉你 孙传廷看着他 跳上了金光闪闪的库里难 飞也试得去了 不禁皱起了眉头 许久才叹道 哎 屏幕上的高一页 还在继续播报着新闻 现在播放一条 天尊他老人家 带来的特别新闻 就在今年9月8日 在遥远的大洋对面 一个叫做哈佛大学的学校创建了 它是美国最早的私立高等学府 咱们虽然也有32中 这所高等学府 可与之对抗 但是 光靠一所32中是不够的 天尊希望有识之士们 能尝试着办一些私立的高等学府 丰富教育资源 提高咱们的全民教育水平 私立高等学府 就是高等私塾吗 人群中跳出了一个年轻的书生 站在屏幕前大呼道 办高等私塾 这是好事啊 但是 想把私塾办的和32中一样 那也太难了 咱们手里也没天说啊 没有先切 如何办得了高等私塾 围观人群大怒 顾炎武 坐下 每次都是 你跳起来挡屏幕 顾炎武 可是这事情 我不问不行啊 我也不知道 在哪里能问 只能对着屏幕吼了 高家村派驻西安总负责人王棠 从人群里跳出来 接着顾炎武下去 你这些要求 可以去高家村 向圣女大人提出 他只要点了头 32中的天书和仙器 应该是可以出界的 顾炎武大喜 天书也就罢了 仙器也可出界 真的可出界 那我要办私塾了 我家有八百亩祖田 我要把他们卖了 用来办一个高等私塾 王棠笑 天曾听到你这个打算 一定会很开心的 第二天大早 顾炎武就坐上了 从西安去高家村本村的火车 一阵呜呜呜狂吃狂吃之后 顾炎武在高家村火车站下了车 整了整衣山 走向了高家村主堡 刚走到望楼下 就看到三楼阳台上 探出了高一夜的脑袋 对着他微笑道 顾先生请上楼来吧 天尊等你好一会儿了 啊 顾炎武吓了一跳 天尊他老人家等着了 这一惊飞小 本来还走得四平八稳 很有读书人的仪态 但现在听说天尊久等 那双腿还不赶紧甩地飞起来 三层楼的楼梯 他几乎是一瞬间就跑完了 眨眼间就跑到了望楼三楼的阳台上 只见李道玄坐在一张茶桌边 高一夜坐在他身边挨着 椅子稍稍向后摆了一点点 体现出他对天尊的尊敬 顾炎武赶紧行过大礼 这才小心翼翼地坐到对面 李道玄想办学校 想办 顾炎武一脸严肃地点了点头 数年前 在下得到天尊指点 在西安 高家村 蒲州 山西各地考察 这些年一圈又一圈地看下来 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李道玄 哦 顾炎武想要达成仲治 必须先开明治 若是明治未开 仲治只是一个笑话 因为一群傻也不懂的白痴 帮着治国 只会越治越糟糕 但若举国上下 人人皆有学问 那仲治就自然可成 啪啪啪 李道玄鼓起了掌来 说得好 顾先生是真有学问的人 这看法倒是与我不谋而合了 顾炎武大喜 能得到天尊的肯定 在下不胜惶恐 李道玄 既然你连祖产都舍得卖了来办学 那我这边也不会吝啬 你的私立学府 我会让王校长 亲全力支持 你可以去三十二中的图书馆里 随便挑选 看到有什么教材适合你的学校 都尽可拿去 顾炎武大喜 那些天 都可以 李道玄点头 不论多么高深的天书 随意拿去 顾炎武 天尊不怕我的学校管理不严 混入敌国奸血 偷走了咱们的天书吗 李道玄笑了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 敌国奸血 又不是没来道过 顾炎武 李道玄也不想把兵胜他们的事 说得人尽皆知 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略过了这个话题到 有些知识 并不是道道手 就能弄得出来的 没有配套产业 没有相应基础 拿到高深的书籍 只不过是架起一个空中楼阁 敌国奸血 就算把咱们的天书偷了去 但没有基础产业相助 根本就造不出来 顾炎武 原来如此 李道玄 而且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没有任何一种先进的理念与技术 能做得到永久保密 过不了多少年 敌国是一定能追得上来的 顾炎武 咦 李道玄道 西洋人有了扶狼机炮 用不了多少年 我国就跟着有了大炮 再过了几年 剑奴也就跟着有了大 想要完全封锁技术外流 那是不可能的 顶多只能打个时间差 顾炎武 天尊的意思是 李道玄微笑 我给你们的天书 只能让你们领先一时 过上一些年头 外国人总是会追上来 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顾炎武 李道玄 所以 学习天书 然后超越天书 才是你半学搞教育 最重要的意义 顾炎武这一下懂了 他甚至看懂了 天尊早就等着自己来做这件事了 他忍不住就问道 为何 是我 李道玄 因为你有重置的理念 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 我就在等着你来找我的那一天 想要学习天书 并且超越天书 一定需要一个 敢于打破天尊权威的人 而这个人 非顾炎武莫属 整个世界 也只有他才敢于在封建社会里 提出重置的理念 有这样的理念 才能积思广义 不守旧 不被天书所束缚 从而更上一层楼 顾炎武行了一个大理 心里稳了 他连办学的地方都想好了 洛阳 洛阳乃是天下的中心 他要在那里 建一所最先进的学校 正想得开心呢 外面突然响起了高三娃的声音 一夜解 一夜解 快下楼来了 三十二中那边电影要开机了 拍的是咱们少年时的故事哦 你不去看看吗 高一夜的脑袋 从三楼阳台上伸出去 别吵 天尊在呢 啊 高三娃吓了一跳 李道玄的脑袋 跟着高一夜伸出栏杆 笑道 没事 我们这边的事情刚刚谈完 走吧 一起去拍电影 去我也有龙套要跑呢 听他们这么一说 顾炎武顿时大旗 疑疑疑 和学校有关的事情 在下也能去观摩吗 当然可以 来吧 李道玄笑道 于是 三人下了楼 会合上了高三娃 走向三十二中 此时的三十二中 还真是热闹非凡 学校里的学生们 正里三圈外三围 围观中间的电影剧组呢 陈芸芸站在人群正中间 身上穿着高一夜少年时 三夫人给她张罗的那一套白衣铜款 看起来美如天线 围观的学生们 看得眼睛都直了 她现在可是天尊解放区 当仁不让的第一明星 新闻联播前面 电影院的广告时间里 天天都在播放她的羊毛山广告 影响力之大 可称恐怖 不过 再怎么万众瞩目 她也没有飘 围观依旧显得很谦虚温和 一点后世那些明星的 百大牌毛病都没有 李道玄等人 分开围观人群走进来 高一夜看了一眼陈芸芸 顿时惊了一惊 让她演少年时的我 有点委屈她 她可比我漂亮多了 温婉志多了 陈芸芸吓了一跳 赶紧回了一礼 圣女大人说笑了 小女子能扮演年少时的圣女大人 是无上的荣光 不胜惶恐 生怕演坏了什么动作表情 坏了圣女大人的英明 高一夜差点笑出来 什么英明不英明呢 你应该已经背过剧本了吧 居然还会觉得 我有什么英明 陈芸芸 咦 剧本里 你也是犹如天线般的存在啊 高一夜 啥 她赶紧把剧本拿过来一看 脸上顿时变成了一个大写的窘字 这是谁写的剧本 把我写的 不食人间烟火似的 年少时的 我根本不是这样好吧 我可调皮了 我偷棉花 还偷天尊的太阳车一号 带着高三娃逃课呢 这剧本里怎么把我写的 跟个呆瓜似的 老南风 哎 是这样吗 可是 编制布剧的人 是高三娃啊 她可是最了解您的人之一 怎么可能出这么大的错 众人刷的一下 全都盯着高三娃 高三娃有点小心虚了 一夜解 你就有所不知了 故事并不是写的越真实 越好看 高一夜 哦 高三娃哼哼道 一切为情节服务 一切真相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故事好看 只要故事好看 什么都可以牺牲 高一夜 啊 高三娃 所以 真实的你是什么样子 并不重要 传递圣女的光芒就可以了 而真实的我 逃课什么的 都没有写 我在剧中 是一个三好学生 得意双心 全校师生敬仰 天尊垂爱 滚 高一夜一脚 就把高三娃踹飞出去 踹完高三娃 她收回脚来 对着陈渊渊微笑 看 刚才那一脚 才是真实的我 众人 陈渊渊顿时感觉压力山大 感觉少女时代的圣女大人 更加难掩了 要揣摩这么一个角色 好难 高一夜拎着高三娃的耳朵 坐到一边 重新把人物设计一下 简直岂有此理 高三娃从小就被 高一夜花式镇压 现在也无力反抗 只好乖乖就范 老南风瞥了一眼 那边正在改剧本的两人 笑着转过头来 对剩下的工作人员们道 在剧本改好之前 女主角的戏 暂时没有办法拍了 我们先来拍配角的戏 嗯 就从白公子的 开始好了 一个年轻的小演员 穿着一袭白衣走了出来 模样看起来 真有几分白公子年少时的样子 然后 被请来跑龙套的白夫人也来了 她和白公子对了两句台词 挥起了手 啪 一个大笔都小演员 委屈地捂住了脸 白夫人猛了猛道 啊 原来 以前我经常这样打我的儿子呢 现在回想起来 感觉好对不起他 众人一起大笑 哈哈 顾炎武看到这里 也不禁玩耳 这部电影拍出来 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 老百姓们 看到现在的大人物们 小时候 也在三十二中里读过书 有过这样一段故事 一定会更得乐意 将孩子送进学校里读书的 李道玄站到他身边 笑道 没错 这就是拍这部电影的目的 四川 极乱 四川多山 地势复杂 刘寇最喜欢这样的环境 随便找一座山钻进去 就能在山里 一阵乱翻乱钻 然后 又从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位置钻出来 反正刘寇也不会迷落 只要你没有特定的目的地 你就永远不会迷落 新闯王干掉四川总兵猴梁柱之后 川中除了百杆兵之外 已经没有能正经抵挡刘寇的军队了 闯王迅速奋兵 彭县 皮县 新都 西冲 穗宁 紫童 绵州 兴凡 温江 江游 张鸣 罗江 德阳 汉州等州县 全都出现了流寇 整个地区地界 到处都有信使 在向着成都狂奔 四川巡抚王违章 每天从早到晚 都在听信使报告 爆 一部流寇 出现在昭化附近的山林中 不知道是哪一路贼军 爆 满天星攻罗江 被守军击退 爆 过天星攻打穗宁 杀乡民三百余人 爆 混天星 四川巡抚王违章 惨叫一声 不要再来报了 百杆兵呢 百杆兵现在何处 手下报道 百杆兵与彭县截住贼军 打了一场 大胜 然后马不停蹄 又赶到皮县 贼军退却 百杆兵还没来得及休息 又得到消息 贼军大闹西冲 百杆兵又赶了过 然后是罗江 德阳 到处追击贼军 王违章心中一惊 暗想 百杆兵这是在四川大巡游吗 按下西边 东边起 按下东边 西边又起 就不过来 根本就不过来 王违章慌得不得 兵部呢 兵部还没派人来增援吗 部下 兵部尚书张凤义 服毒自杀 现在兵部乱成一锅粥 根本没人管事 所有人都在盯着兵部尚书的位子 明争暗斗 这当口 没人来管流寇的事了 死 王违章倒扣了一口粮 面 没法 四川不流行凉皮 他只能抽凉面了 王违章 现在只能靠百杆兵了 希望百杆兵还能顶得住吧 百杆兵也顶不住啊 马祥林躺在路边的草丛中 阳光穿过树林间的缝隙 晒在他的身上 在他身上 留下斑驳的光点 这本该是一个极佳的休息场景 但他却身心俱疲 休息不过来 根本休息不过来啊 转过身 用毒眼扫了一眼 跟随着自己到处剿匪的百杆兵们 只见他们也累得够呛 不少人像狗一样趴在地上 吐着舌头 张凤仪从旁边走过来 挨着马祥林躺下 探道 得让士兵们好好休息几天了 不能再马不停蹄地跑了 这样的状态 若是碰上强一点的贼军 咱们得全军覆没 马祥林点了点头 他当然知道 百杆兵已经疲于奔命 这时候 要是碰上闯亡青帅的老八队 那就相当危险了 找个城池守一守 好好休息几天 马祥林下令道 另外 娶个人回家 通知一下我母亲大人 看他能不能想点办法 再找点援军来 石柱 万寿山 万寿寨 点灯子 赵盛刚刚教完了 一群农民 怎么科学种植辣椒 回到大堂里 就看到秦良玉 正摆着一张丑脸 眺望着远方 赵盛赶紧问道 秦将军 怎么了 秦良玉叹了口气 将外面的情况简单地说了说 赵盛皱起了眉头 四川乱成这样 只靠百杆兵哪行 是啊 只靠百杆兵哪行啊 秦良玉叹道 可是眼前这时候 实在是找不到援军 不久前 剑奴入关 能去秦王的部队都去了 不能去秦王的部队 也就肯定不能来救四川 再加上兵部现在一片混乱 根本无法正常理事 赵盛挨了一声 他也不太懂这些事 帮不上忙啊 正在这时候 赵盛耳中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是胸前的刺绣天尊发出来的 声音刚刚只能让他一个人听到 我们发兵来帮他 赵盛大喜 压低声 天尊 您来了 嗯 李道玄 我说过 最近会经常来关注川中的情况 刚刚秦良玉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你去和他谈谈 赵盛听了听李道玄的吩咐 记在心中 这才对着秦良玉抱了抱拳道 秦将军 事到如今 还有一支军队可以帮您 秦良玉大喜 哪知 赵盛 就是当初与您的儿子和儿媳 在山西一起剿匪的民团 此话一出口 秦良玉不禁大齐 哦 那支强大的民团吗 祥林和凤怡都跟我提过 听说他们军纪严明 而且战力彪悍 不过 说到这里 秦良玉迟疑起来 民团可不是官兵 不会因为一纸掉令 就千里迢迢的跑到别的地方去作战 他们只会愿意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而战吧 实际上 连官兵也是不太喜欢跨省作战的 大多数官兵也要在自己的家乡才能拼命作战 换个地方马上变怂 不肯用命 只想偷懒 甚至烧杀抢掠 把外地人当成狗一样对待 也难怪秦良玉会有这样的顾虑 赵盛 无妨的 那只民团与普通的民团不同 他们最是急功好义 为了帮助四川的老百姓 他们肯定愿意伸出援手 最关键的是 民团与官兵不同 官兵还不能到处跑 要受到朝廷的制约 民团却没有这个问题 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 反正这年头流寇乱窜 早就没有关卡绍卡 查老百姓的录影了 大明本来是有录影制度的 老百姓要是离家太远 没有录影 被抓到就要冲去 但是明末大乱 流寇四起 各地小关卡都被破坏 这年头 已经没有人提录影两个字了 想去哪里 就能去哪里 秦良玉 呃 若是他们肯来 那当然极好的 老申定以厚礼相待 凡 赵胜 厚礼什么的 倒是不必 只要老将军到时候对面宣称 那是民部队就好了 省得生出一些不必要的 麻秦良玉点头 这当然没有问题 赵胜 既然如此 那在下便修书一封 请那只民团过来相助吧 说是修书 其实也就装个样子 李道玄刷的一下 共赶回了村 对着承煦下令道 安排人手 入川 入川了 入川了 高家村本村的兵营里 大群士兵正在吆喝着 飞快地跑回自己的宿舍 做好出征的准备 这一次出征 承煦要久违地亲自领军了 作为高家村的总司令官 承煦这些年来 一直在做总的调度分配 轻易不会离开本村了 但这一次情况不同 高家村的几路大军 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 根本无法出击 承煦只好出动了 他这一出动 不得了 整个兵营都开始沸腾 听说了吗 这次是何教习 亲自率领我们出击 天哪 何可刚将军的副将 终于要出动了吗 不不不 那是误传 电影为了保护他 隐瞒了他真正的名字 你还没发现吗 何 何 他就是辽东三杰的何可刚本人 祖大寿当年并没能将他杀死 他炸死 从湿山血海中逃回来的 哇 原来如此 听你这么一说 真的耶 何何何 不就是一个字吗 原来他是何可刚 辽东三杰之一呢 打仗可厉害了 别说用新式火冲了 当年他仅仅用普通兵器 就能抵得住剑弩大军 现在了 有了新式火炮 新式火冲和手榴弹 剑弩根本不够他看 能跟着何可刚将军一起出征 感觉好幸福 民团士兵们一个个干劲十足 这种情绪 在军队里可是要传导的 承煦从自己的办公室里走出来 穿过走廊的时候 就感受到了兵营里 弥漫着一股奇特的振奋情绪 怎么了 大伙情绪这么高吗 承煦乐呵呵的笑了两声 很不错 很有干劲啊 我还以为要入川前 大家会有抵触情绪呢 毕竟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要去那困难的地方打仗 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考验 走廊里的兵顿时速容 对着他啪的行了一个军礼 跟着何将军打仗 我们开心都不来急 哪来的抵触 总感觉哪里不对 承煦听着何将军三个字 总觉得他们叫的不是自己 但是又不知道哪里不对 过了好半想 他才反应过来 喂 叫我和教席 别叫将军 众人 遵命 和教席 承煦 听起来总觉得哪里不对 究竟是哪里呢 哎呀 算了 不管了 承煦走到外面的教场上 只见五千高家村民团士兵 已经集结完毕了 这可是本村民团 不是什么小浪底民团一类的分布 可比 每一个士兵的精气神都极为饱满 每一个士兵的装备都是最顶级的 最前面两千五百人 全部用的是高家村最新式的栓动步枪 采用能装八发纸包弹的大弹匣 以弹簧的力量推动子弹装填入堂 只需要拉一下枪栓 短短的一瞬间就能完成装填弹药的那种 这是高家村王牌部队 编号一团 而在这两千人背后的二千五人 装备的也是最好的锻造版本后装线堂枪 编号二团 两个团还各自配备着弓兵营 炮兵营 炊士班一类的 承煦刚刚走到讲台上 还没来得及讲话 五千人就同时大声叫道 何叫习号 承煦僵了僵 明明听起来是何叫习 但还是感觉哪里怪怪的呀 怎么总觉得他们叫的不是我 承煦清了清嗓子 诸位 我们接下来要打的仗 是一场艰苦卓越的战斗 我们要入川 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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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人气势如虹 跟着何叫习 我们不怕 承煦 不对劲 他娘的 从头到脚都不对劲 这种诡异的奇特的感觉 莫非是在提示我危险 承煦赶紧左看 右看 不对 到处都看不到太奶奶 危险警告没有提示 并没有什么危险 报告 一个憨厚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高初五 从河东城过来 归队 报告 又一个傻乎乎的声音响起 郑大牛 从骑兵营过来 归队 到哪里不对劲 带着你们这两个憨憨出征 我得少活五年 五年啊 承煦一 看到这两个憨憨 总算明白了 哪里感觉怪怪的了 哎呀 原来是你们两个要来了 难怪我感觉 谁 谁把这两个憨憨叫回来的 承煦正在郁闷呢 就听到一个可怕的声音响起 报告 趴地兔 从黄埔军校西安校区赶回 归队 郑狗子 同上 承煦转头一看趴地兔 啊 三傻全来了 救命啊 正抗议呢 一个量产型天尊走了过来 他们都是 我叫来的 我也来了 一起去 下 承煦 天尊也要亲自去 李道玄脸上露出了微笑 他可是地道的双庆士人 出生于双庆士江北区 嘉陵江边的一条老街里面 入川救援这种事怎么可能不亲自去呢 无论如何 也想去看看双庆呢 和教习 川中地形复杂 五千人在很多地形都摆不开 而且 贼一军四处乱窜 很有可能逼是我们奋兵追击 李道玄道 所以我把几位大将都叫回来了 他们每个人都有领军能力 随时可以领一支小队出去单独行动 承煦这才明白了天尊的安排 确实 诚如天尊所言 川中作战很有可能需要奋兵 不能光靠自己 但是 这几个家伙 真的撑得上大将 领军能力吗 承煦一脸尴尬地看向了高初五 你会领军了 高初五 会啊 走在最前面 领着大家走对吧 承煦啪的一把捂住了自己的脸 承煦又转头看向郑大牛 郑大牛呵呵傻笑 啪地兔双手插腰 哈哈 何叫邪 本兔爷现在已经天下无敌了 你只管交给我吧 承煦感觉压力山大 别小看他们 李道玄微笑 蠢如那群什么过天星 满天星 瓦冠王一类的流寇 都在多年的战斗中成长起来了 初五 大牛 兔子和狗子 也早就不是昔日无下阿蒙了 再加上他们还在军校培训过 多信任他们一点吧 天尊都这样说了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程序再无迟疑 出击出击 士兵们来到火车站 排队上车 前往山阳县 准备取道云阳入川 高家村主力一团出动 当然会得到村子的全部支持 从长安汽车厂派过来的运兵大火车 一辆接一辆 连绵好几里 公交太阳车也全力调动 再加上火车的运力拿出来 五千人几乎是刷的一下 像插着翅膀在飞 没用多长时间就来到了山阳县 不过 到了这里之后 就要向南取道入川 前面就没有正经的水泥路了 到这个时候 才是真正的考验 不论对于正规军来说 还是后面的后勤保障队伍来说 入川都不是一事 士兵们用绳索扎紧自己的小腿 检查了一下军邪 干粮 水袋 把长长的火冲往肩上一扛 开始行军 也不知道是谁起了个调子 开口唱道 号令声响整装就出发 旁边的士兵马上跟着唱了起来 行进在保卫国家的路上 越过森林山川河流草原 永远向前进向前 很快 大军就来到了逐溪县 逐溪县属于云阳辅治所辖 大军刚出现在一个村庄外 那村子里的老百姓就尖叫一声 四散而逃 瞬间藏了起来 程旭 咦 啪地兔 哈哈 和教习别急 我来处理 他刷的一下 跳到了显眼的地方 对着村子张开了双臂 大笑道 乡亲不要怕 是本兔爷来了 他这一吼还真是有效 刚刚躲起来的老百姓又钻出来了 脸上的惊恐已经不见 转而变成了亲切的笑容 啊 是兔爷 真的是兔爷 好久不见了 还以为是流寇或者官兵来了 我们就躲起来了 没想到来的是兔爷啊 是兔爷的民团来了 大家别怕 快出来啊 村子里的人开始吆喝 互相招呼 不一会儿 刚躲起来的老百姓 全都跑了出来 程旭 呀 趴地兔这家伙 原来 当初卢相声还在做云阳辅制的时候 得到高家村的民邦按住 有许多物资送到逐西县 帮助了这里的老百姓 趴地兔 郑狗子 罗西三人 都曾经带着救援物资来这里活动过 尤其是兔爷 他是最热心帮助老百姓的 由于他一贯的是金钱如粪土 从来没有贪污受贿之心 李道玄还专门给他发了一块刑侠令 给了他调动物资救济灾民的权限 趴地兔就在那段时间里 在云阳地区到处救灾 到处帮助人 脚步一度深入神农驾山区 他现在受欢迎 那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所以 当地老百姓一眼看到趴地兔 马上搞明白了这支军队的来历 不怕了 亲切地迎了上来 兔爷您来了 就好了 一个老头握着趴地兔的手 您走了 卢相声也走了 新来的云阳辅置像个木头人 没啥用处 咱们根本没人管了 前不久 流寇大军来了 咱们拼了命的逃跑 好不容易才捡了条命 事后辅制大人也没来管 只有罗西将军率军赶来 清理了一下村子附近的小谷流寇 趴地兔黑起了脸 罗西这个笨蛋 流寇来了之后才到吗 就不能赶在流寇到来之前 先来守住 村民们赶紧道 兔爷 可不能怪罗将军 这附近地势复杂 山间临间 到处适路 罗将军就算有三头六臂 也没法将周围的村子全守住 他也只能到处追着流寇跑 郑狗子从旁边探出头 兔爷 你骂罗西是后来 可是 你不也是是后来的吗 趴地兔 好吧 这确实尴尬了 趴地兔只好黑着脸问道 流寇向哪个方向走了 村民们指了指南边的山林 他们向这个方向翻过去了 应该是去四川大宁县了 大宁县 也就是后世重庆市的乌西 山城重庆这个地方 在后世 有卫星导航地图的人都要迷路 更别说在古代了 外地人跑去重庆旅行 一不小心 就会因为迷路走不出来 而变成重庆人 承煦对着南边那连绵不绝的山峰 瞥了一眼 突然看到一个 太奶奶从面前飘过 嘴里居然飘出一句四川话 腰 太婆婆在去封都鬼城的半路上迷路了 逗在重庆落屋了 你来我屋头耍吗 承煦大吃一惊 我是您曾孙儿啊 您怎么叫我腰 还自称太婆婆 太奶奶呵呵笑 重庆话把喜欢的后背 统统都叫成腰 重庆话也不说奶奶 说婆婆 所以 太奶奶也要改成太婆婆 承煦倒抽了一口凉面 他这才发现 在陕西天天抽的凉皮 现在都变成凉面了 重庆这地方 孔布洛斯 太奶奶这样出现 是在警告 我有可能迷路死在山里吗 连变成了鬼 都要迷路出不去 最后变成重庆本地鬼 不要啊 压离山大 正在郁闷呢 一个村民站了出来 兔爷 你们这是要去追击流寇吗 兔爷点头 是啊 村民道 那你们肯定得去南边的山里 我来帮你们带路吧 那片山我熟 保准不让你们走错路 兔爷大喜 那就多谢了 村民 这点小事 比起兔爷为我们做的事 不值一提 能帮上兔爷的忙 咱们全村人都开心 后面一群村民都到 咱们都想为兔爷出点力 承煦也不禁大喜 有本地人带路了 太奶奶的身影 开始变淡了 他模糊的影子 对着承煦挥了挥手 乖增酸 太奶奶找到出去的路了 呵呵 说完 消失不见 承煦松了口气 于是 大军可以放心大胆地 挺进蜀中群山了 前面一个村民带路 趴地兔率领一队 赤后护着村民 走在最前方 后面正狗子 带着前锋营 拖后一段跟上 在后面远处才是主力 这种行军方式 可以最大程度的 避免敌军的山地伏击 就算中服 也就是最前面的 赤后小队 和先锋营中服 承煦坐镇后面的中军 看着前面远中的 山道上的趴地兔 和正狗子 他们现在居然走得 这么有章法 心里也不禁暗叹 天尊说 这三傻都成长了 我还有点怀疑 但现在看来 他们确实不一样了呢 承煦提笔写下 人是会成长的 兔子和狗子也会 这句话 后来被收录在了 高家村民人民言 承煦片中 有村民带路 翻山越岭 颇为轻松 没用多长时间 民团过好几座山 来到了大宁县 到了这边 村民就带不了路了 不过 他很快就在 山这边的村庄里 找来了一个 大宁县的熟人 那村民对熟人道 李大哥 我身后这支军队 全都是好人 只打坏蛋和流寇 不坑老百姓 你能帮他们带路 送他们一段吗 被称为李大哥的人笑道 当然没问题 于是 领路人就接上了 民团又在李大哥的带领下 继续向南 走着走着 山势越来越险奇 山路也越来越崎岖 承煦看了一眼周围的山林 诡异的安静 又看了看地面上凌乱的脚印 抬头一扫 前方远处的山峰上 就飘出了一个太奶奶来 对着他咧嘴直笑 停 承煦举起手 大声道 全军原地停留 命令很快沿着山道传了出去 从最前面的趴地图 到最后面的正大牛 所有人都驻足不前 承煦 放起热气球 士兵们赶紧照做 很快 一个热气球冉冉飘起 周边地形图 很快绘制完成 落在了承煦的手里 承煦用手指着地图上 前方的山峰道 向导兄弟 这个位置 有没有什么能藏人的地方 李大哥 那地名叫剪刀侠 侠中有一个灵屋洞 洞很大 里面四通八达 满是奇怪的石头 若要说藏人 那个洞里最合适不过了 明白了 承煦拍了拍他的肩膀 塞给他一定银子 你先不要 走在最前面带路了 危险 就在我身边跟着 李大哥会议 乖乖地躲在了承煦的身后 掂量了一下手里的银子 骑马无量 心中瞬间美开了花 给这支军队带路 真是好啊 不光被以礼相待 还有银子呢 碰上危险的地方 人家还要保护自己 真的是从没见过 这么好的军队 搞得他 都有点想参军了 承煦下令道 侍后连 去剪刀侠 林乌洞看看 他话音刚落 在他背后 推着的手推车上 摆烂的量产型天尊 突然刷的 一下子从车上坐了起来 林乌洞 嘿嘿嘿 我得去看看 承煦 啊 天尊怎么来了 李道玄笑道 听到林乌洞三个字 我必须来啊 承煦一听这话 就吓了一跳 心想 那个山洞 莫非是什么 著名的大妖怪 居住的洞府 居然连天尊 都听过这个名字 在仙界很有名吗 但这时候 李道玄心里却在想 林乌洞 后世著名旅游景点 中国荣洞三绝 三峡库区第一洞 这要牛比的地方 以前想来旅游都没机会 这次赶上了 赶上了 李道玄哼哼了一声道 由我亲自率领 赤后小队去 他这一句话说出来 把程序脸都吓黑了 心想 完了完了 天尊居然还要亲自去 那妖怪的法力 得有多强 别说五千火冲兵 五十万火冲兵 都不见得敌得过 要不是天尊在此 太奶奶可能已经 组团来看我了 程序冷汗直流 李道玄旅行团 啊 不对 是侦察赤后小队 很快就出发了 李道玄走在最前面 后面二十名精锐赤后 全都提心吊胆 小心翼翼 李道玄的心情 是愉快的 后世在网络上 见过林乌洞的照片 那叫一个好看 洞中五光十色 美不胜收 可惜从双庆市区过来旅行 很不方便 光是开车 都要开大半天 这供赶 近来旅游多方便 时间 回退到数日前 林乌洞中 一支人数约五千的贼军小谷部队 正在洞中休息 这股贼军的青壮年 与老弱 妇如各一半 组织能力很弱 武器也很低劣 正经的兵器没几把 全是锄头 镰刀 柴刀 粪勺等农具 很明显 这并不是一支老牌贼军 而是一支新生贼军 他们正是今年河南南洋大汉 才刚加入流寇大军的新生代流寇 出道才几个月 萌萌哒的全新人 打仗时 只会跟在闯军后面摇旗呐喊 甚至都没上阵砍过人 领军的贼囚 名字叫孤天兴 孤天兴是个地道农民 没啥文化 当初造反起义时 不知道用啥名号好 就干脆仿效闯亡麾下的几位大将 郭天兴 满天兴 混天兴 这几位大哥 取了名叫孤天兴 他随着闯亡大军 穿过了神农架 入了川 一直在做跟屁虫 仗势一场也没打上 抢劫都轮不到他们 用今天的话来说 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闯军很嫌弃这支弱军 没有分给他们 晋商提供的好兵器 也没有分给他们足够的粮食 就给这支南洋军 甩下一句话 各自散开找吃的 然后就走了 孤天兴只好带着自己这一部人 在鼠山里面一转 迷路了 没办法 外地人出到鼠山 想不迷路是很难的 走来走去 走不出山去 要不是太阳每天还从东方升起 他们甚至已经搞不清东南西北 人困马乏 毫无办法 想找个地方休息 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巨大的天然溶洞 于是 孤天兴就率军躲进洞里了 大哥 咱们还要走多久 才能看到奎州啊 一个小贼可怜巴巴地道 咱们都在这山里转了好多天了 但周围还是山 全是山 看不到半个人影子 孤天兴叹了口气 我也不知道 这山怎么瞅着都不对劲 明明我对着一个方向在走 但是绕过一棵树 钻进一条山谷 一出来 咦 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众人 一个小贼叫道 这鼠山地界 不讲道理啊 孤天兴 我们要是实在出不去 干脆就在这里种田生活算了 反正官兵也不可能跑这种地方 来剿灭我们吧 就拿那曹文赵和左良玉来说吧 他们要是敢率军追进这地方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得变成本地人 贼人们仔细想了想 大哥说的有理 嘿 其实我身上还带着一小包种粮呢 当初造反启示时 我也舍不得吃掉种粮 把他们给背出来了 可巧了 我也有种粮 我也有 一群贼人举起了手 萌萌答地道 我们有这么多种粮 还怕个屁啊 就用这个大熔洞做家 在洞外啃荒 种田 反正这四川地界 没有遭旱灾呢 在这里是可以种庄稼的 孤天兴 兄弟们说的有理 反正都迷路出不去了 干脆就在这里安家吧 有此怪山庇护 官兵也找不到咱们 那还等什么 我先出去挖一片 我也去 贼兵们刷刷刷往外跑 不一会儿 跑出去了近千人 这些人出来造反用的武器 就是锄头 现在直接把锄头往地上一挥 开晃 人多力量大 林乌洞门前一大片地面 瞬间就被他们翻起来好大一片 大石头扔开 杂草清理掉 小树砍掉 退林还耕 饿了就刨树皮草根对付对付 只要没有官府欺压 吃点树皮草根 也是勉强能活的 于是 数日时间就这么一会儿过了 时间回到现在 孤天心站在一大片整理好的田地前 一脸的骄傲之色 开荒成功了 哈哈 我们在这里也能生活吗 哈哈 看来 不用再跑来跑去的做贼了 他笑声未落 突然 外面跑进来一个赤后 飞快地道 大哥 不好了 有人来了 这句话 吓了孤天心一大跳 我操 什么人来了 赤后 不知道是何方何方神圣 好大一支军队呢 在北方远处停下来 没有动了 但是他们派出了一支赤后队 向着咱们这边过来 孤天心顿时佩服的五体投地 他们在这样的山里 还能准确地找到路 会不会是本地川军 不 四川总兵都被闯王大哥杀了 本地官兵早就没人组织 散杀一盘了 现在只剩下百杆兵 还在活跃 这明显不是百杆兵啊 一个稍稍有点见识的贼军小头目 跳了出来 孤天心 有礼 小贼们全都看着孤天心 大哥 现在怎么办 孤天心转头看了一眼身后的灵雾洞 怕什么 这栋曲折幽森 里面可容数万人 咱们五千人躲在里面 还空得很呢 大伙退回洞中 找些鸡脚嘎拉躲起来 这支奇怪的军队 肯定找不着咱们 他们转一圈走了 咱们再出来 种田便是 大伙一听 有礼啊 贼兵们赶紧互相招呼起来 在灵雾洞外开荒的人 立即收起了农具 向着洞里跑 转眼功夫 所有人都躲进了洞里 洞中有他们的火堆 贼兵们借着微弱的火光 找了个鸡脚嘎拉躲好 然后用泥土掩埋了火堆 一下子 整个灵雾洞都黑了下去 就在这时候 李道玄带着一对赤后 走到了灵雾洞外 洞口玄在半山腰上 而他们走在山脚 抬头向上看 能看到半山壁上一个 黑乎乎的大洞口 仿佛大山张开的嘴巴 爆 这里有人开荒种田的痕迹 一个赤后 对着李道玄会报道 是大规模啃荒 起码上千人的级别 李道玄点了点头 有人想在这里种田 太凶残了 这样的地形下种田 这怕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才只好来这里种田 他的眼光扫过旁边的剪刀峡 峡底有一条大宁河 缓缓流过 看起来没怎么受灾的样子 河水还算充足 旁边的山顶上 也有溪流挂下来 在山间奔游 灌溉用水 看来是不成问题 但是这里的地貌 唉 李道玄不禁叹了口气道 我国勤劳的劳动人民 真是不论在什么绝境下 都在努力求存啊 也不知道这片田地 是什么人开垦的 反正肯定很勤快就对了 唯一遗憾的是 这里是喀斯特地貌 种中华筒庄稼的话 产量不大呀 一名斥候低声道 山下这么多农田 灵雾洞里 恐怕藏着不少人 不能排除是流寇的可能性 李道玄点了点头 肯定是流寇 普通的零散老百姓 没有这么大规模开荒的能力 官府也不会组织人 到喀斯特地形来开荒 除了流寇 没有别的可能性 说不定 现在就有流寇 正藏在洞中 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们的一言一行 他没猜错 此时 孤天心和几个最中心的手下 正趴在洞口 偷偷地看着山壁下面的李道玄一行人 隔得很远 他们听不到李道玄说话 只能看到李道玄带着一群人 在下面指指点点 孤天心心里有点慌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可以安生立命的地方 怎么就被人找到了呢 这些人如果留在山下不走 自己的人就没法下去种田 甚至无法出洞去刨树皮 摘野菜 挖草根 那岂不是完蛋大吉 李道玄的眼光正落在那些刚刚开垢好的土地上 旁边的赤后低声道 天尊 那洞里应该啥也没有 我们甚至都不需要侦查 只要饿着在山壁下面 洞里的人就会被困死其中 李道玄点头 是的 从战术上来说是这样没错 我只是在想另一个问题 他指着平级的喀斯特地形上 开出来的那可怜巴巴的田地道 你们看 这里就这么一块一小块三角地 只有薄薄的几十厘米厚的泥层 下面就全是石头了 赤后们点头 李道玄 换了你们 会在这样的地形开荒吗 赤后们摇头 不会 这比黄土园还艰难 李道玄 你们觉得 新任闯王 会不会在这样的地方开荒 赤后们一起摇头 他宁可去抢 李道玄点了点头 被逼到在这样的地上开荒的流寇 真的能称为流寇吗 赤后们微微一愣 猛地一下明白过来 这不是流寇 应该称为流明 一个赤后开口道 他们是受了灾 也受够了兵货的老百姓 发现我们了 害怕我们 所以丢下刚刚开荒好的农田 躲回洞里了 这个举动说明了他们未战 根本就不敢打 还说明了 他们很笨 没有经验 像这样躲回洞里 被我们驻军守住山脚 就彻底完蛋 他们若是稍稍有点经验的流寇 就不会躲回洞中 应该远顿才对 李道玄对他竖了竖大拇指 分析的对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给他们定义为流寇了 要定义为流明 赤后们齐声道 对流明 就要用不同的政策 李道玄笑 很好 你们几个 速回去通知大部队 不要派兵过来 派救援队过来 至于我吗 我一个人上山去去 和他们谈谈 赤后们赶紧奋出几人 回去通知程序 李道玄转头对赤后们道 在山脚下等我 说完 他就一个人走向了陵屋洞 陵屋洞口 玄在半山壁上 现代在这里搭了台子 坐了楼梯 但游客要走进去 依旧很费事 所以又见了缆车 才能让游客轻轻松松进入洞内 而明朝这个时候 什么缆车 台子 楼梯全都没有 就那么光秃秃一片山壁 上面有一条很陡峭的斜坡 上面还有许多脚印 那是孤天心的人 上下往返踩出来的 要爬上去 还真是需要点技术难度的 洞里的孤天心和他的手下们 眼睁睁地看到 李道玄一个人走到了山壁上 抬头向上看着 啊 他想上来 一个手下叫道 他发现我们了 他要上来抓我们吗 另一个手下叫道 我们要不要对他砸石头 这群人慌得不行 孤天心道 别砸 他一个人爬上来 看样子 先看看 只见李道玄到了山壁边 手向前一伸 扑的一伸 捅进了石头缝里面 那石头缝 其实并没有他的手长大 本来容不下他的手 但他这一捅 石屑纷飞 居然把石缝给捅大了 孤天心 手下们 接着 李道玄左一下 右一下 两只手两只脚 交替捅进石头缝里面 不一会儿就爬了上来 这一下可把孤天心吓坏了 发生了什么 这是什么怪招 怎么办 大哥 他上来了 孤天心的手下 吓得瑟瑟发抖 孤天心 退退退 咱们到洞里躲起来 他赶紧带着手下 往洞里钻 里面黑漆漆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他拿着个火折子 提供了一点微红 钻进洞 找了个奇形怪状的石头 躲在后面 刚躲好 李道玄就站在洞口了 他看到地上 有新鲜的泥脚印 但洞里的人 却没敢和他搭话 可见 这些人的胆子 是真的小 既然这么小胆 那就干脆下出来吧 李道玄在洞口坐了下来 嘿嘿一笑道 躲在洞里的人呀 你们还不知道 自己躲的这个洞 叫什么名字吧 我来给你们讲一讲吧 他这一开口 声音灌进洞中 在洞壁间回响 传得老深老深了 躲得很里面的流明 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李道玄道 这个洞的名字 叫做林乌洞 据说 准备编故事 吓人了 但是编故事是要水平的 并不是随便什么人 马上就能编得出来 不然写小说的作者 都要失业了 李道玄是个搞设计的 又不是小说家 李友这么容易变得出来 只好借鉴一下了 他对着洞里阴森森地道 很久很久以前 林乌洞里住着一个妖怪 他的名字叫做乌妖王 他率领着一支 邪恶恐怖的大军 叫做天灾军团 打算攻占整个爱 可 攻占整个天下 这句话一出口 躲在洞里的人就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诡异的故事 干嘛要突然给我们讲故事 李道玄 乌妖王邪恶的大军 刚刚出山不远 就碰上了一个叫艾木蒂的神仙 艾木蒂将乌妖王打败了 但是乌妖王是永远不会死的 于是 艾木蒂就把乌妖王 关在了这个山洞最深处 因此 这个山洞也就得了名字 林乌洞 这句话一出口 躲在山洞里的流民们 只感觉到背脊发凉 李道玄 乌妖王手下的小妖怪们 也被关在这个洞里 比如 钟乳石里面就封着一个 一个躲在钟乳石后面的流民 吓了一大跳 心理作用 使得他感觉到 自己双手扶着的钟乳石 好像很冷 很冰 这个形 好像是一个妖怪的样子 那流民双腿一软 扑通一声倒了下去 李道玄 水滴岩上面也关着一个 水滴岩是什么 流民不知道 但有一个流民躲藏的地方 洞顶一直在向下滴水 他先前还不觉得 现在听到水滴岩三个字 猛的感觉到 这不会就是在说这里吧 他赶紧抬头向上看 但是上面黑漆漆一片 什么也看不见 只能听到水滴落在自己身边 发出来的啪哒啪哒声 李道玄 水滴岩滴下来的 其实不是水 是妖怪的口水 啊 躲在旁边的流民惨叫一声 把腿就往山洞外跑 有一个人跑了 别的人当然也要跑 但是黑漆漆的一片 几千人要是乱跑 那肯定要出人命的 李道玄大喝一声 停 都不准动 他这声音一起 震得整个山洞嗡嗡的响 流民们刷的一下就像 被点了穴道 动作全都僵住 李道玄 把火升起来 巫妖王就不敢动了 他的话里 莫名的带着一股 让人愿意听的力量 还真有流民摸索着点亮了火堆 山洞里缓缓地亮起 东一个火堆 西一个火堆 硕大的大容洞里 越来越明亮 李道玄这时候 才能看得清零屋洞里的情况了 只见前面好大一个空间 仿佛整个山腹 都被挖得空空如也 到处都是钟乳石 千姿百态 在这个大洞旁边 还延伸出去许多条小通道 只是小通道里没有点火 看不清了 洞里的流民数量 还真不少 李道玄以为 只有一千多人 没想到现在一看 人数居然有五千之众 排在一起 起码能挤满两个高中的大操场 孤天心站在最前面 一脸怂怂的模样 你 你是什么人 刚才讲的什么鬼故事 你 你别编故事下我们 我们只有这个山洞可以骑身了 你这鬼故事一讲 我们以后不敢住在这里 还能去哪里讨生活 李道玄微笑 我是来帮你们的 收拾收拾东西 跟我走吧 我带你们去一个 很适合生活的好地方 让你们能吃得饱饭 孤天心一脸的问号 我们凭什么信你 李道玄不信 那给你看一个东西吧 说完 他咔嚓一声 就把自己的脑袋掰了下来 抱在手里 五千流明 全都吓得魂不附体 李道玄咔嚓一声 又把脑袋安了回去 你们信我 我就是神仙 就会帮你们 若是不信我的话 他咔嚓一声 又把脑袋掰了下来抱在手上 还咧开了嘴 嘿嘿嘿 五千流明 吓得连锄头都不敢拿起来 全都扑通扑通跪了一地 上先救我 不一会儿 啪地吐来了 还带来了一支救援队伍 五千人的高家村民团 每人拿出随身携带的一天份的口粮 堆在车上 由趴地缅率领的救援队运了过来 大量的车子 在陵屋洞下面的山沟里摆开 古天兴等人 则扶老邪幼 从半山壁上的洞口 缓缓地下来 当初他们进去时可不容易 现在要出来也不容易 但山下那么多食物 下去就能吃饱饭 这使得老弱妇孺们 全都有了力气 到了山下 捧起高家村民团 给他们送上的干粮 一群人这才嗷嗷大哭起来 终于有吃的了 还有人带路 可以走出这片奇怪的大山了 能活下去了 古天兴跟着李道玄 走到了承煦等人的面前 一群领导班子 围着古天兴坐了下来 承煦 你们这群人是个什么情况 为何困在这陵屋洞中 古天兴这才把自己是南洋人 遭了旱灾 然后傻乎乎地被流寇煽动 加入了流寇大军 再傻乎乎地 跟着跑进了四川的事情 详细地讲了出来 趴地兔拍着胸脯 原来如此 你们的遭遇还真是悲惨 不过今后就好了 有本兔爷在 保你们今后饿不着 动不着 若是手脚勤快 踏实肯干 就保你们过上富裕的日子 南洋人啊 郑狗子 说起南洋 我好像想起来了点 啥 最近咱们是不是看到了 关于南洋的什么新闻 我记得新闻联播提过 程序笑骂到 南洋的堂王朱遇见 起兵秦王 新闻联播讲过 郑狗子 啊 对 就是这个事 我就是记不清 这些王爷奇怪的名字 程序笑道 说起来 京城的剑奴已退 南洋的堂王 现在处境 只怕相当尴尬吧 堂王朱遇见 现在已经回到南洋了 他率军进京的半路上 传来了剑奴 已经退军的消息 只好撤军返回南洋 这一次秦王 他甚至连剑奴的脸 都没照到一面 但一路上 却和小谷流寇 打了好几仗 甚至和大谷流寇的 猛虎和独虎 也打了一场 打得有来有回 各有胜负 在他自己看来 虽然他秦王没秦城 但剿匪也算有功 但没想到 回到南洋没多久 就等来了圣旨 贬为庶民 命锦衣卫 将他拿到凤阳 求于高墙之内 终身不得出来 朱遇见 本王不服 不服哦 本王一心只为大明 没有半点私心 不应该遭受这样的对待 本王不服 负责拿他的锦衣卫百户 脸上看不到半点表情 这些话 你留着对凤阳的 首领太监去说吧 朱遇见 本王不服 本王要见皇上 锦衣卫百户 都说了 你只能去凤阳 没机会见皇上 另外 你已经被废为庶民了 不能再自称本王 朱遇见好气 他转头看向自己的 唐王护军统领 但那护军统领 已经耸到了一边 根本不敢靠近过来 从此以后 他也不会再是 朱遇见的护军统领了 而是新任唐王 朱遇见的弟弟的 护军统领 没有人帮他 朱遇见从小被关在牢里 吃不饱饭 身子裹很弱 根本无力反抗锦衣卫 被那锦衣卫百户 一伸手就扣住 朱遇见 你若好好配合 我念在你是皇室宗卿的份上 可以不锁你 你若要闹事 莫怪我拿枷锁出来了 朱遇见仰天叹道 不攻啊 拖走 百户一声令下 部下门拖起朱遇见 就往外走 整个唐王府上上下下 无数人眼睁睁地看着 竟无一人赶上来 帮他说半句话 或者说 整个唐王府的所有人 都赶紧靠向他的弟弟 新任唐王朱遇路了 朱遇见放弃了天真的幻想 认命了 他现在唯一庆幸的是 自己没有妻儿 否则 当自己入狱之后 妻儿留在唐王府 肯定要被弟弟那一边人的欺压吧 锦衣卫们将他推上了一辆马车 然后马车跑起来 向着凤阳出发 车马路 几天时间 一会儿过 也不知道走了多远 只知道还在河南境内 前方经过一片树林 朱遇见正茫然地 看着树上自由飞翔的小鸟 突然 车子停了 队伍前面的官道上 站着一个人 身上穿着一身侠士服 头上戴着一个巨大的斗笠 腰间悬着一柄宝剑 看起来相当装逼的样子 来者不煞啊 带队的锦衣卫 百户沉声喝道 锦衣卫办案 闲杂人等 速速退开 是锦衣卫 那我可就挡对了 那斗笠克哈哈大笑起来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别的人随便过 朱遇见留下来 锦衣卫们大吃一惊 蒸蒸蒸 绣春刀全部出了窍 为首的百户沉声道 你好大的胆子 敢报上名字来吗 报啊 当然敢报 那斗笠克阴阳怪气地道 但我报了名之后 你们全部都得死 一个活口都不能留 若是我不报名 你们拼命逃跑的时候 我可以不追 此话一出 锦衣卫们的脸都黑了 那为首的百户 还真不敢再问名字了 很明显对方有意放水 自己若是逃跑 对面表示了可以不追 但前提是别逼人家亮身份 这已经算是很温柔的处事方式了 百户想让我跑 那你也得亮亮本事才行 斗笠克拍了拍手 出来吧 只见关到两边的树林里 钻出来一大群黑衣人 全都穿着黑衣 脸蒙黑金 百明了隐藏身份 每一个人左手臂上 都别着一把小小的手挪 右手则提着一把刀 这群人手挪扬起 指着锦衣卫们 斗笠克黑黑笑 以前我做事也算得上心狠手辣 根本不会和你们打招呼 在你们进入伏击圈的一瞬间 道路两边乱箭齐发 当场送你们回老家 但现在的我已经获得了新生 我让我的人亮个相 是给你们一条生路 懂吗 锦衣卫摆护的额头上 汗水淋漓 这情况怎么敢反抗 他只好抱了抱拳 多谢 说完 再也不敢说废话 一拍马屁股 打横里落荒而逃 别的锦衣卫也赶紧跟上 转眼间跑没了影 斗笠克还真没追 只是慢吞吞地走到了 正在发愣的朱玉剑面前 黑的笑了一声 朱玉剑 跟我走吧 朱玉剑一时犹豫起来 也不知道该不该跟着这个斗笠克走 他若跟上去了 今后就是逃犯 而且是最危险的逃犯 没有哪个皇帝 能容忍一个亲王不受控制 哪怕是废为庶民的亲王也不行 锦衣卫东西场特务 只怕会满天下的找他 就像当年永乐大帝靖南成功之后 剑文帝消失不见了 永乐大帝就派出无数人手 四处寻找 甚至有传闻说 三宝太监正和下西洋 其实是为了寻找剑文帝 朱玉剑还真不想当逃犯 但他若不跟斗笠克走 今后怕是要在凤阳高墙里 被圈禁一辈子 他的童年全都是在圈禁中度过的 那样的日子 只要想一想 就全身发冷 他可不想再经历第二次 这个选择太难做了 朱玉剑全身颤抖 就在他犹豫不决时 斗笠克凑了过来 一把将他从马车上拉下来 拖进了树林 这边有一辆很普通 看起来像普通商人做的那种马车 斗笠克将朱玉剑拉上车去 垂下窗帘 然后马车就开始跑了起来 那群黑衣蒙面的手下 脱下黑衣 取掉蒙面巾 藏起手弩 换上普通的江湖禁装 这样一来 他们看起来 就像普通商人家的护卫奴仆了 马车缓缓前进起来 护卫们在车子的前后左右围着 还一路假装悠闲地说说笑笑 我还没决定要不要跟他走 结果已经被拖上了贼船 现在下车还来得及吗 怕是来不及了吧 事已至此 只好获达点了 朱玉剑调整了一下心情 对着斗笠克道 阁下究竟是何人 不能告诉锦衣卫 但应该可以告诉本 可 告诉我吧 本王的自称法 差点改不过来口 自称我自 真是不太习惯 斗笠克黑黑一笑 告诉你 倒是无妨 我的名字叫做朱飘灵 江湖人称四海游侠 朱玉剑愣了愣 很快就到好明显的假名字 朱飘灵 喂 走江湖的基本礼仪 你都不懂吗 就算听出对方是假名字 你也不能这样直直地说出来啊 不然很容易惹来麻烦 被人干掉 这种时候 你只需要心中有数 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懂吗 朱玉剑 讲了好几秒 他才道 阁下为何要救我这个废人 若是想利用我的亲王身份 来造我大明朝的反 那就大可不必了 我还不至于蠢到 被人当成刀子 来砍自己祖上传下来的国家 朱飘灵 是 想什么呢 我需要用你的身份 你什么身份 自己不清楚吗 一个小小的唐王 呵呵 朱玉剑怒 这家伙好嚣张 唐王两个字在他嘴里 似乎不太看得上的样子 朱飘灵 就你也没什么别的目的 就一句话 我还挺喜欢你的 朱玉剑吓了一大跳 我没有龙羊之好 朱飘灵 不 想什么呢 我也没有 朱玉剑满脸警惕之色 那你究竟 朱飘灵长长地叹了口气 你很勇敢 比我坚强 你这样的人 被关在凤阳高墙里一辈子 我看不过眼 仅此而已 我不会利用 你做任何事 只打算把你带到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 你自己开开心心 自由自在地生活 那就好了 朱玉剑 哎 这可真是搞不懂了 朱飘灵 好了 你问了我好多问题 我都答了 现在该我问你了 朱玉剑 请问 朱飘灵 起兵秦王开心不开心 是不是很爽 率领一支军队和贼寇打仗 好不好玩 朱玉剑 这是什么鬼人 问那些什么鬼问题 等等 这家伙虽然编了个假名字 但是这个假名字也姓朱 他又说我很勇敢 比他坚强 肯定是指的秦王这件事 他还说不需要利用我的身份 还说一个小小的唐王 他把朱飘灵的支言片语 全部综合起来 仔细一分析 真相只有一个 朱玉剑猛的一醒 你是个皇亲国亲戚 而且地位还在唐王之上 我擦 朱飘灵吓了一大跳 这也能猜得到 朱玉剑 陕西枪 你是 你是天下第一帆风 秦王世子 朱存机 朱飘灵 我扶了你这家伙了 刚刚还告诉过你 走江湖 不能这么直 不要想到什么 马上说出来 你该默不着声 心里知道 我是谁救完事 你非要说出来 这样很容易被人杀人灭口的 你知道吗 朱玉剑 你会杀我灭口吗 朱飘灵 要杀你 还救你干嘛 喂 你嘴巴掩点啊 不然我会被你牵连的 朱玉剑啼笑皆非 将了好几秒才到 我尽量注意 不在别人的面前 暴露你的身份 知道了对方的身份 朱玉剑心里不慌了 情绪也越来越稳定了 很明显 朱存机是不可能 利用他的身份来搞事的 因为他朱存机的身份 更尊贵呢 看来 他是真的只为救自己 朱玉剑长长的叹了口气 凶 朱存机今年四十几岁 朱玉剑才三十出头 所以他一开口 喊了个凶字 但这个字刚出口 他就猛的想起来 自己比朱存机高两倍 这个称呼 就在这里卡住了 尴尬了好半天 他干脆改口叫全名了 朱飘零 你也想过起兵秦王 但是没敢去做吗 朱存机 想过 但我没有你勇敢 我不敢堂而皇之地去做 何况 事到如今 这种事 也轮不到我去做了 轮不到 朱玉剑听出他话里怪怪的味道 有点好奇 怎么可能轮不到呢 莫非 有非常厉害的人 已经在秦王了 带着满脑子的疑问 马车跑了几天 来到了洛阳 虽然洛阳离南阳是如此之近 但朱玉剑这辈子 还是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 城里的繁华热闹 让他精神一震 掀开一点车帘 开开心心地看着热闹的街景 突然见到 前面走过来一位朝廷武官 穿着山文甲 骑着高头大马 前呼后拥 好大的阵仗 正是土味帅哥高洁 朱玉剑吓了一跳 万一被认出来 就糟糕了 这家伙 千万别来盘查我们的车啊 朱玉剑赶紧把脑袋 从车窗缩回来 还演上了窗帘 他不做这个动作还好 车水马龙的洛阳街头 没人会在意 一辆路过的车 但他一看到高洁 马上就做出这个动作 却反而把高洁的注意力 给吸引过来了 高洁虽然菜 但好歹是个武将 而且是坐过流寇 整天逃亡的那种武将 警惕心可是很高的 他的眼光转过来 咦 那车不对劲 一看到本将军 车上的人 就立即拉上窗帘 有问题 很有问题 小的慢 把那车拦下来查查 车上肯定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东西 士兵们立即在路中间一挡 车停了 猪遇见整个人都吓妈了 不好了 我们要被抓到了 猪存机 慌什么慌 这里我来处脸 说完 他拉开车脸 把脑袋从车窗伸了出去 哟 这不是高将军吗 你倒我马车做啥 高洁看到一个斗立克 伸头出来 大齐 你谁啊 我和你很熟吗 猪飘灵黑黑笑 四海游侠 猪飘灵 你在江湖上 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吗 高洁还真没听过 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王家印 紫荆良 闯王 闯将 这些人 他都亲眼见过 但这什么四海游侠 是哪里来的 走的哪条蛇虫鼠道 猪飘灵 看你表情就知道 你不认识我 哎呀 没关系 你问问白渊白先生 就知道我了 这话还真是吓了高洁一跳 他心里暗想 我所在的那个江湖层次 和白渊白先生所在的层次 还真不一样 不同层次的人 认识不同层次的江湖豪杰 这是不奇怪的 高洁不敢造次 车也不拦了 退开到了一边 于是 马车又继续向前进了 猪育剑这才松了口气 呼 幸亏你江湖上朋友多 没想到你 居然和白先生是朋友 我见过白先生打仗 好厉害 他那名团 简直比官兵还要厉害 猪存机得意洋洋 自从我站对了队 世界都变得广阔起来 站对了队 猪育剑又听到了 什么不得了的关键字 你和白先生站一边了 白先生又属于哪边 东陵党 你的眼光 不要只看眼前的街景 放远点 抬高点 穿过街道两边的层顶 再看看 猪育剑一眼 将视角抬高 这才猛的一下发现 洛阳城中间 立着两个巨大无比的琉璃瓶子 三十几米高 并排耸立 瓶颈问天 当真是壮观 猪育剑吓了一大跳 这是 这是什么 猪飘灵 这是仙家宝具 而我和白先生一样 现在站队在仙人这一边 有神仙罩着 哈哈 你学着点 猪育剑吓坏了 这么大的琉璃瓶子 还真是神仙才用得上的 猪飘灵 故意把马车 转到了酱油瓶子下面 这里 已经建成了一个酱油分装厂 闲杂人等 本来是进不去的 但是猪飘灵 在工厂门口 碰上了小浪底名团的水兵 那水兵曾经随船 运送猪飘灵去南京 认得他是捡在先兴的小人 便将他放进厂里参观 猪飘灵带着猪育剑 像领导师茶一样走了进去 但是不同的瓶子 却有不同的售价 用来卖给有钱人的高档酱油 就用高档的陶瓷瓶 瓶上的青花 栩栩栩如生 精美异常 瓶上还写着仙佳酿造的字样 看起来贼拉风 一瓶就要卖好几两银子 富人们还觉得很值 因为光是这个瓶子 就已经有收藏价值了 而卖给普通穷人的低档酱油 则用很普通的土档瓶子 能保证不漏就好 就别提外观了 价钱低至十几文 甚至几文 另外还有一批 用来割外国韭菜的酱油 用的瓶子 档次普通通 并不高档 但是结实 运输过程中 不易破碎 瓶子上还写着一句很古怪的话 传承五千年的品质 东方大国匠人纯手工制作 这看得连猪飘铃都发愣 这酱油 不是天尊从天下赐下来的吗 怎么就传承五千年了 还写成匠人纯手工制作 这不是瞎写一气吗 负责人笑道 天尊要求我们这样写的 说是把这个写在瓶子上 能让外国人感觉不明觉厉 可以割养韭菜 我们也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朱飘铃也不懂 就不问了 带着朱玉剑转了一圈之后出来 看见了没 厉害不 朱玉剑 虽然不太懂 但是好厉害的样子 两人又上了马车 离开了洛阳 向着小浪迪水寨行来 进了水寨 远远的就看到了白渊 正在训练一群新兵蛋子呢 朱玉剑大喜过望 很想过去打个招呼 但又怕自己现在的逃犯身份 给白渊惹来麻烦 朱飘铃 无妨的 大胆过去招呼 朱玉剑 这不会惹来麻烦吧 朱飘铃 你现在所在的地方 已经是民团军事馆制区 闲杂人等根本进不来 不用担心 你在这里的消息走漏出去 朱玉剑这才走过去 远远的对着白渊行了个礼 白先生 好些日子不见 先生风采依旧啊 白渊转头过来一看 呀 唐王殿下 咦咦咦咦 新闻上不是说你呗 他的眼光向旁边一转 扫到朱飘铃 原来是你干的 你把唐王殿下劫出来了 朱飘铃得意洋洋 没错 我劫的 朱玉剑本以为白渊要说朱飘铃胡闹呢 却没想到白渊玩耳一笑 也罢 劫的好 他转过头来 对着朱玉剑抱了抱拳 唐王殿下起兵秦王 旗帜可嘉 奈何皇家臭规矩多 真是委屈你了 朱玉剑常常的叹了口气 白先生能理解我 真是太感动了 天下兴王 匹夫有责 一个年轻书生从旁边钻了出来 探到在下顾炎武 听闻了唐王殿下的事之后 不禁心有动感 唐王殿下明明是罪不能秦王之人 但为了拯救国难 依旧义无反顾起兵 真是无备楷模 在下想将唐王殿下的事 写进书中 教一教孩子们 但行善事 莫问虔诚的道理 顾炎武这话一说 白渊就笑了 顾兄弟 你还不如把这件事 把这个故事真实地讲一遍 只在最后的结局 做一下调整 不要写他被救到咱们这里来了 就写他自己安排了死事 将自己救了出去 之后逍遥山林之间 做了一个快乐的白身 如何 顾炎武 咦 这个故事听起来不错呢 白渊 不错吧 这片子里最大的反派 是皇帝呢 让陈千户去演一演 保证到位 顾炎武大笑 让人饰演皇帝 咱们个个都和谋反差不多的大罪 这不行 不行 白渊 那就不让皇帝出场了 安排邪恶的锦衣卫百户 做大反派 全片都讲他 怎么追杀唐王殿下 唐王殿下 怎么用计逃出生天 肯定很精彩 顾炎武 这倒是不错 我得去琢磨琢磨 两人三言两语 居然商量出来一个剧本 朱玉剑在旁边听得直发愣 什么情况 朱飘玲有点委屈 喂喂 我和你们认识这么久了 你们没给我写过故事 朱玉剑一来 你们就拿他来编电影了 我不服 我也想要有人给我著书力转 几个人正闹得欢呢 白渊胸前的金县天尊 突然张开了嘴 准备一下 有很多难民 马上要通过火车运来了 众人参见天尊 朱玉剑 啊啊呀 刺绣说话了 白渊 难民通过火车运来 齐了 火车是从西安发车 到咱们小浪底的吧 难民不在西安附近安顿吗 为何要专门运来小浪底 金县天尊吩咐道 这些难民都是河南南洋人 因为大旱灾 跑到四川去了 我们在四川陵屋洞 将他们找到 用大火车送回河南来 毕竟 难民还是要安顿回他们的家乡 对他们来说最好 白渊 在下明白了 先在小浪底 新安县 和金县 洛阳城这附近 给他们找点活作 安顿下来 等南洋那边流寇平定了 再将他们送回原籍 金县天尊点了点头 恢复了沉寂 白渊精神一震 你们先聊 我去准备接待难民了 说完飞快的去了 朱玉剑却还傻乎乎的发愣呢 朱飘灵拉了他一把 走呀 咱们也去看热闹 朱玉剑 刺绣会说话 朱飘灵 走了 南洋来的难民哦 你不想看看 你地盘上的难民吗 朱玉剑 啊 刺绣会说话 朱飘灵啪的给了朱玉剑一个大笔斗 打完才想起来 他比自己高两倍 自己这是典型的殴打长辈呢 承煦率军钻出大宁 终于来到了奎州 此地为川东重镇 三国演义中 朱葛亮就在这里摆下八阵图 逼退陆逊 还有著名的白帝城 也是在奎州地界 乃为入川必经之地 然而此时此刻 这个川东重镇 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奎州城的城墙被流寇推平 城中老百姓早已经死得死 逃得逃 曾经在陕西 山西 河南见到过的场景 现在又在四川 再一次出现在了高家村民团的面前 承煦轻叹了一口气 啪地兔却捏紧了拳头 啊 你们终于来了 一个被派来做联络人的白杆兵 在奎州城的废墟里面 等着名团多时了 一见到五彩天尊旗 立即开心地迎了上来 和教习 别来无恙 这个白杆兵 曾经追随马祥林 在山西与流寇作战 与高家村民团 曾经并望作战过 还吃过民团的午餐肉呢 现在见到五彩天尊旗 便觉得十分亲切 秦将军派我在这里接应你们 承煦 川中 现在形势很艰难吧 白杆兵点头 四川总兵侯 梁柱战死之后 官兵基本上崩溃了 巡抚又是个废物 只会躲在成都发抖 闯贼已经攻克四川州 现达38座 这奎州城 只是其中之一 38座 承煦也吓了一大跳 这么多地方陷落了 来之前就知道 这边情况紧急 没想到 比自己猜想的还要紧急 承煦 川军明明是很能战的 著名的强军 为何流寇来一闹 四川地界 却崩得比河南还快 他这个问题 白杆兵可答不上 但这时候 量产型天尊却从运输车上坐了起来 轻探道 原因有三 一个是地形 多山的地形 有利于贼军活动 二是经济 四川除了成都平原那一小块之外 别的地方都很贫穷 老百姓更容易被贼军裹挟 第三个嘛 就是割据势力的问题了 由于四川多山 还多少数民族 所以 四川的割据势力 一向都是个大问题 一群少数民族 聚居在深山之中 朝廷很难管辖 只好任命了许多土司 例如 石柱土家族的土司秦良玉 就是这样来的 这些大大小小的土司 和土皇帝差不多 名义上听朝廷号令 实际上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 一旦天下乱起来 割据势力们 就自己玩自己的 从不顾大局 当然 秦良玉除外 他是要顾大局的 程旭听天尊这么一说 也有点猛 这可咋办 李道玄 说难也难 说简单也简单 难就难在 要让众多的少数民族 顾全大局 一起出力 帮助这个天下恢复正常 李道玄 至于简单吗 那就是 搞经济 只要经济好了 交通也搞好了 做进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 老百姓口袋里有钱了 风俗文化 也互相渗透了 割据也就不会存在了 程旭听得哀了一声 不过 他马上就明白过来 末将打下一个地方 咱们的高家村的经济手段 就跟到一个地方 对 李道玄 我们已经在土家族的万寿寨 试着推进了一些 缝合在四川种植的农作物 接下来就是将他们撒向更多的山寨 山西那边也搞得差不多了 李道玄 三十二也该调到四川来了 李道玄一声令下 高家村的内政方面总管是 三十二 立即从山西太原出发 向着四川前进 开县 也就是后世的开州 此地的居民 有四成是汉人 有一成是苗族 一族 壮族人 还有五成是八人 也就是土家族人 不过 开县的土家族人 并不受秦良玉管辖 秦良玉只能管石柱的土家族 管不到开县来 而这开县的土家族吐司 名叫燃可 燃可与秦良玉不同 不是一个热心于国士 愿意为大明朝抛头颅 撒热血的将卷 他只是一个典型的小吐司 只想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过些安稳平和的小日子 只要扫干净自己门前的血就行了 不用去管别人的瓦上霜 所以 当贼军攻进四川 打到大宁州时 他没出兵 当贼军攻打奎州城时 他也没出兵 当马祥林带着百杆兵 追击敌军经过开县时 他也没帮忙 管你外面洪水滔天 然而现在 刘寇打到他头上来了 燃可身披一件山文甲 站在开县的城头上 身边是大群土家族士兵 虽然他们并不是百杆兵 但使用的武器风格 与百杆兵很相近 也是将长长的木棍子 浸泡在铜油里制作成 枪杆很长 枪身却并不重 在最前面 撞一个小小的铁枪头 面对贼军 他们把自己的长枪并在一起 向前伸出 形成一片恐怖的矛阵 然而 贼军摸出一把三眼神冲 对着他们的矛阵 砰砰砰 就是三枪 燃可的部下 死伤惨重 开县县令率领的民团 也同样死伤惨重 开县那 本来就不算高大的城墙 现在已经变得岌岌可危 一个土家族士兵 跑到他的身边 大叫道 将军 我们顶不住了 只能放弃县城 退守巴山了 巴山 是巴人的发源点 四川地界里 有很多很多巴山 或者说 这里的每一座山 割据一片地方 然可郁闷地叹一声 我们的援军还没来吗 士兵急到 没有援军了 四川总兵侯梁柱 已经死了 官府是不会来帮我们的 我们派人去新宁县求援了 但是新宁县令 手上没兵 有兵的吐司说 流寇打他们时 我们没帮忙 所以他们 也不会帮我们 然可 我操 这就很尴尬了 然可探头 看了看城外汹涌而来的贼兵 叹了口气道 罢了 事到如今 只能退守巴山了 县令有守土之责 必须死守县城 但我们吐司没有 话虽这样说 但县城里 也有很多土家族老百姓 然可这个吐司 多多少少 还是要为自己的族民负责的 舍弃县城 那这里的人会被杀光 县城也会被烧毁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山寨会失去外部援助 粮食和日常用品方面 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不到万不得已 他也不想放弃县城 正准备下令撤退 突然 远处响起了喊杀声 一支人数约千人的军队 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出来 为首一员大将 右手上提着一把宝剑 左手拿着个奇怪的铁桶 放在嘴边 大声叫道 本兔爷来演 攻打开线的贼子们 受死吧 说完 那奇怪的军队 飞快地杀了过来 贼军正在攻城 突然背后来敌 一下子就有点慌弯 也不知道该继续攻城 还是该转身迎敌 贼囚大吼着指挥军队 但贼军指挥系统 并不是很灵活 后面一半贼军转了身 但前面一半还在对着开线进 只听到砰砰砰的火冲声响了起来 接着是轰轰轰的手榴弹爆炸声 然可从城墙上看过去 只能看到远处到处都冒起了白烟 接着 贼军就开始乱了 有人怪叫 有人逃窜 自相践踏 城下闹成一片 攻城部队也跟着乱了起来 开线城墙的防守压力 瞬间减轻了不少 然可大喜 不用撤了 我们不用撤了 来了援军 他好了 守住 三眼神冲掉了过去 想要拿来轰援军 但他们的三眼神冲兵 还没进射程呢 就被对面的火冲一阵乱打 全部撂倒在地 留贼一看 点子扎手 赶紧开溜 发挥出他们的传统异能 往着山里就跑 那只奇怪的援军追击了一下 但也许是因为火冲兵 不利于追击的原因 他们只把贼军追进了山 就没有再跟过去了 接着 那领头的兔爷 就向着开线县城走了过来 然可赶紧大喊 开门 县令吩咐人打开了城门 然可便赶紧迎了出去 末将是开线宣服使然可 不知将军如何称呼 趴地兔呵呵直笑 我叫趴地兔 陕西远角民团三号队长 啥 然可整个人蒙住 只听说过远角官兵 没听说过远角民团 这是什么路说 趴地兔呵呵笑 瞧你表情 民团就不能来帮忙吗 则则 我最近从一个很有学问的兄弟 那里学了一句话 很帅 你听好了啊 一一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帅吧 然可脸上的肌肉 很尴尬的抽动了一下 还 行吧 蛮帅的 趴地兔大喜 拍着他的肩膀道 哈哈 帅就好 本兔爷最帅了 然可 堂堂宣服使 开线土家族的土皇帝 几句话 就被趴地兔干成了哑巴 好半想都不知道 自己该从哪里聊起趴地兔 你们这里闹贼有多久了 然可叹了口气 贼一军来了半个月了 前一阵子 还只在附近山村里晃 这两天 一下子发了风 开始攻打县城 趴地兔皱起眉头 那是因为县城之外的山村 都被他们抢光了吧 已经无良可抢 只好来抢县城了 然可尴尬地道 是的 城里很多 从村子里逃来的难民 还有许多难民 逃上了巴山 趴地兔 呃 这里也有个巴山 我前面经过一个村子 那边的村民也说 他们的山叫巴山 然可伸手对着周围所有的山峰 还指了一圈道 这些都是巴山 趴地兔 啊啊呀 你们不能这样 外地人本来就很容易迷路 你们还不给这些山好好取名字 搞这么多名字一样的山出来 咱们外地人 怎么可能找得到路啊 吐槽归吐槽 正是还是要办的 趴地免率军进驻了开县 县令和宣服使然可 都表示了欢迎 他们还真怕这支援军离开 到时候 贼一军再杀个回马枪 开县又要告急了 趴地兔进城一看 城中到处是难民 就如然可所说 周边山村里的老百姓 都被逼逃到县城里来了 这就和当初陕西 山西 河南等地闹流寇时一样 老百姓只能舍弃了家园 往城里跑 趴地兔 就 一句话还没说完成 旁边的民团营长凑过来 低声道 这里可是四川 不是咱们的根据地 咱们目前没有足够的物资帮助他们 要等运输队 趴地兔 那运输队到哪里了 早着呢 营长低声道 咱们都是一路迷着路过来的 运输队能走得轻松 趴地兔 呃 好吧 这还真是一件挺无奈的事情 高家村的运输队 在陕西 山西 河南一半的地区 都已经可以用运输车来送物资了 但在四川地界还不行 水泥路都没修得起来呢 运输车只能靠着很渣渣的越野能力 跑黄土关道 而这四川地界的关道 一会儿上坡 一会儿下坡 一会儿S弯 一会儿窄的不行 运输队和工兵队 还得配合着一起干活 才能让车子勉强输送物资 实在是困难重重 趴地兔 忍吧 再忍几天 向铲行天尊 正站在长江三峡旁边的山顶上 扶揽着三峡风光 承煦站在他身边 低声道 天尊在看风景 李道玄转过头来 在研究航运的问题 承煦马上明白过来 运输问题吗 不解决运输问题 我们就不了四川 李道玄的事业 还没有开到四川来 无法直接往这里投放物资 那就只能让小人们自己运了 而四川地势之困难 蒸汽汽车的运力不足 爬个坡就能累到半死 在这里 陆运实在是困难重重 那就必须借助水运了 所以 李道玄才会站在三峡旁边 作为地道的重庆人 李道玄对长江航运 还是有一些基本了解的 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 运输船都能正常航行到重庆市 也就是山峡段困难点 别的地方都不是问题 靠着长江航运 可以覆盖半个四川的物资供应 但问题是 物资要怎么入长江 如果高家村的物资 首先通过黄河 去到淮河入长江 那未免也太远了 绕了好大一个圈才能过来 在路上浪费许多时间 也会有大量的粮食损耗 有没有一条进路 能让物资进入长江呢 李道玄皱着眉头仔细想 就在这时候 程序突然开口了 汉水如何 自古以来 汉水就能通航 上至汉中 下至汉口 整条航线都是成熟的 咱们可以从汉中发船 运着物资直达武汉 然后在武汉进入长江 再逆流而上 将物资运入四川 看起来虽然有点绕 但实际上比走路路快得多 李道玄 咦 这个题好 汉中 这名字 我好像有点耳熟 咱们的人脸 有哪一个人提过汉中来着 程序 我仔细想想 他一拍大腿 我想起来了 秦王世子朱存基 他一直在搞西汉铁路 那不就是西安到汉中的铁路线吗 也不知道 现在修好了没 李道玄飞快地切了一下视角 返回陕西看了一眼 再切回来 笑道 已经通车了 朱存基和朱玉剑两人 正坐在大火车上 返回西安 现在朱玉剑也换上了侠侍服 戴上了斗笠 看起来也像个大侠一样 傻乎乎的 两个斗笠人坐在火车上 让整节车厢的人感觉都怪怪的 嗨了 朱玉剑就像个没见识的山顶动人 对着大火车就是一阵嗷嗷的叫 世间居然有此奇物 太厉害了 太厉害 厉害吗 朱存基得意洋洋地道 这东西我也有 而且我还有两辆 什么 朱玉剑大吃一惊 你有两辆 这 这是怎么弄出来的 朱存基做了一个颠量银子的动作 嘿嘿笑道 买 朱玉剑一事无言 好吧 唐王府穷 买不起什么正经东西 但是秦王府有钱啊 连这么大的铁车都买得起 还能买两辆 简直丧心病狂 朱玉剑小心翼翼地道 这东西一辆 只怕就要几万辆银子吧 朱存基大笑 不止不止 十几万辆都摆不平 铁车还是小事 关键的问题在于铁轨 就是铁车下面铺的那条路 这可真不是个小工程 朱存基 嘿嘿嘿 没错 但是我有两辆 哈哈哈哈 说到得意处 笑得整节车厢都听得见 正在这时候 他胸口的金线天尊 突然开口了 朱存基 啊 天尊来了 朱存基赶紧行李 朱玉剑第一次看到天尊时 被吓傻 但经过朱存基一番解释后 现在也算同道中人了 赶紧也跟着行李 李道玄问道 名团要用你的西汉铁路 运输一批物资 朱存基大喜 天尊要用 随便用在下的东西能帮上天尊 那可真是太好了 哈哈哈哈 以后谁还敢说 我是没用的顽固 我的东西连天尊都能用得上 我就是天下最有用的人 朱玉剑 李道玄 但是不能白用 你的西汉铁路属于民营性质 与村营性质的西洛铁路不一样 村子不能无偿使用 李应向你购买车票 朱存基 哎 这钱我可不敢收 太烫手 李道玄 必须收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如果村子在民营企业那里 随便免费拿东西 免费占用民营企业的资源 那今后必定大乱套 所以 我准备用你的西汉铁路 来做一个范例 今后所有村营与民营合作的事情 都要结算报酬 不得有例外